我们看到了赖清德面对了朝小野大的政治现实 520之后 他的新格魁会是谁 先来看到 陈建仁院长呢 他向蔡英文总统提出了辞呈 本来想要直接就先回到中研院 现在已经确定未留留到520 520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这几位点将鹿 考量到派系的平衡 你看包含了郑国会 友军 还有新潮流自己 林家龙 郑立军 郑文灿 潘梦安 陈其迈 卓龙泰的人都被点到 但是但是重点在后面 刚被点到的郑文灿 如果直接从副院长直升上来 可不可行 我们就看到 这次桃园全军覆没 先前又输掉了 九合一的桃园市长这一席 再加上自己的影片 换句话说 他的政治能量 恐怕都增添了几朵乌云 再来看到陈其迈呢 陈其迈他说 他不会离开 一定做到任期的最后一天 而竞选总干事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潘梦安 潘梦安 讲一个话 他说 我们家里面的赛亚 他给你卸掉了 不要急 先采摘芒果再来 好 话中有话 意思是说不急 现在不要讨论这一题 我想带我们来看到 媒体来点将 这么多人 谁最具冠军像 好 就这样还有 这个报信的观众朋友 其实人事的新闻 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你能分析 但你不知道最后做军队的人 他怎么想 可是如果大家有玩过 那个三国演义吞噬天地的话 那个五星树状图 你来去画一下 就知道了 战力多少 有没有 诸葛亮 智力一百 但是武力是零 大概这样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用三个条件来分析 在台面上 刚就按个点的所有人 你就有答案了 第一个叫做 人气人和获争议 就你这个人 是不是说欢迎 有没有人在背后给你插刀 然后你又没有争议 第二个呢 叫派系 派系要共治 那总统是谁 赖青的 他是什么 新潮流 你总统新潮流 行政院长也新潮流 你是什么 贵都跑去 你要考虑 第三个就是 有没有战功 什么叫战功 来观众朋友 请老婆给看大画面 我们先从右下角开始看就好 潘梦安这次有没有战功 有 我告诉你 屏东两席 特别是苏孟淳那一席 徐富贵被他辅选下来 他全力帮他 所以是赢的 第二个 他是全国竞争总部的总干事 所以他是有战功的 但是往上走 郑文燦的麻烦啦 桃园六席全部都输 然后我刚刚不是讲争议吗 还有很多什么 跑去酒店那个人 影片的争议 之后如果520提郑文燦 这个东西又被翻出来 所以争议还有他的战功 都要一起考虑 左下角是谁 陈其迈 有没有战功 有 高雄巴西全部手下来 但是他很清楚 就我昨天跟大家讲的 因为你从韩国瑜 朱立伦跟侯友瑜 这三次的经验 可以发现说 池霞市的市长代职参选总统 其实最后的结果都不是太好 所以马上就讲了 而且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现在我想这些人 他们的考虑跟国民党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想都是2032 没有人想2028 没有人会认为2028 雷清德不争取连任 对不对 可是国民党显然2028 一定要有一个候选人 所以他跟卢秀恩 状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时候 反而是陈其迈刚刚讲说 我完全没有 我连割亏都不要 我现在就去 八年以后才要选总统 我太早消耗掉了 要我回去种田了 所以他说 我要在高雄待到2026 那陈建仁就是跟蔡英文一起离开的 所以大家知道 郑立军潘梦安 跟赖清德的关系 是比台面上这些人都更好的 但是因为郑立军 没有当过直辖市长 俊阳哥最后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 人气跟人和 还有他的那个 本身到底有没有qualify 你想象一下 之前侯友宇到行政院会的时候 会遇到谁 苏贞昌 因为苏贞昌是他的手下白将 但是把他拉回来以后 侯市长 反而我是变你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林嘉隆当行政院长的话 未来鲁销媛 每次行政院都会看到林嘉隆 而且这一次 显然台中国民党选得很好 所以他会考虑 而且派系来讲都要刚讲了 都是新潮流 只有林嘉隆是政国会 所以我觉得林嘉隆 其实如果不是台中这次选不好 他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高 郑立军 赖清德要面临的是 嘲笑野大的现实 他的第一任行政院长会是谁 五习一席的这个民进党立委 没有办法冲过国会过半数 所以未来的这个隔魁人选 你要在立法院里面 像蔡英文2016到2023年年底 这样的一个推动法案 这么顺利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非常的这个阿拔也好 或者是这个凶狠 霸气十足 完全执政 恐怕不复健 那这样子你的隔魁人选 就不能再像 苏贞昌这么强势 所以民进党里面 我是听到他们有传出来说 要挑选是不是仇恨值较低的 一些人选 来担任隔魁 所以你就看到点名了 这个郑立军 然后林嘉隆 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中研院的这个院士 也是他的国政顾问团的这个里面的人选 就是朱敬一 那像朱敬一 林嘉隆 还有包括 郑立军 在选举期间 都曾经被这个点名过 甚至 郑立军在那时候赖清德还没选 萧美琴当任他副手之前 也曾经传出过 副手人选 也就在于说 郑立军跟这个 呃 赖清德的交情很好 那到底是要这些人 还是说像郑文燦啊 还有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 以及他的竞选总干事 潘梦安 这些人 都有没有可能啊 包括民进党的前党主席 卓隆泰 这算是民进党的这个 呃 党内的中生代 哦 那问题是 这个陈其迈已经表明了 我会做到任期最后一天 然后 那潘梦安虽然面对记者回答 说这个尊重总统职权 然后还开玩笑说 这个芒果快收了 就是意思 我要回家务农 但潘梦安一直有在传说 他一定会入阁 只是说接的是格魁 还是行政院副院长 甚至到内政部长 以及农业部部长 都有点名他 这个在之前就一直传出来 我在之前是听到的说 最有可能的是 行政院副院长跟这个林佳隆 这个彼此对待 但是林佳隆接的是 行政院院长的位置 郑文燦去做总统府秘书长 我认为目前在党里面 可能看好林佳隆的呼声 会比较高 但是比较能够挑战 他的人选 就是郑力军跟潘梦安 总而言之 你可以知道朝小野大 赖清德也没有多少的选择 因为他除了要兼顾 党内派系平衡 还要兼顾立法院内的朝野 这样一个攻防的状况 那第三 他还要兼顾说 他第一任上任 这个格魁 可能要交出成绩单 这个才是赖清德最大的难题 选前我们看到了 民进党请全党之力 抢救王毅川 结果为什么功亏一篑呢 选完了王毅川 他用一封信警告民进党 要苦民所苦 别只是打高空 不然四年之后 年轻人跑光光 一样兵败如山倒 到底他看到了什么警讯 小玉在我们看到的是 蔡政府八年累积下来的 年轻人的民怨跟包袱 赖清德的新政府 能够化解 怎么化解 说实在 昨天王毅川我跟他同台 他当时公开念了 这个年轻人的信 其实我心里感到蛮震撼的 他字字句句都写出 年轻人的心声 那事实上这封信很长 重点就是说 这个年轻人说 我就是要废 但是我没有想要一夕致富 他也没想要当车手 但是通膨就是存在的 那他租房也还是那么贵 他也不敢生小孩 那到底蔡英文这八年做了什么 那事实上他还有点出 司法改革 教育改革的问题 那字字句句呢 确实是点出年轻人 现在的心声 好 那说实在的 那这个同样蔡政府 八年的困境 未来也是会赖政府 四年的困境 那我们首先就来讲 大家心中的痛 就是通膨 那其实很多网友 每次看到我就说 我每次来上东盛的节目 就知道说又有东西要 要涨了 好啦 那这次到底要涨的是什么呢 涨的是平民美食 平民小吃 就是那个萨利亚 很有名的那个萨利亚 他的最近的那个面跟饭类 又要涨一层 那其中呢 很知名的一个连锁排骨店 叫做这个梁舍汉 相信很多人都吃过 他的这个最招牌的 这个排骨饭 也要从115块 涨到118块 那另外呢 我刚刚今天中午才吃的 那个老菜水煎包 一颗也要从17块 涨到20块钱 这种平民美食 还是涨 但是呢 还是那句老话 什么都涨 就是你的薪水不涨 那根据我们主计 总处最新的一个薪资统计 我们的总薪资呢 是来到了58598块 看似很高 微幅涨了1.47 但是实际上呢 你去扣掉了这个通膨 2.45 那反而呢 还倒退 变成负成涨0.97 而且这也是近七年来 首度的负成涨 这也是告诉大家 大家的薪水 都被通膨给吃掉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生活用度 这没有一毛钱 你能省的 但尽量 还有一群朋友 他是怎么样 省省省省省 省出了买房的第一桶金 我们讲投期款 更大的痛苦 就在这个地方 一辈子你能买几间房 就给你买这么一千零一间房 结果你可以看到 背房的压力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了 确实 就如同那个年轻人所说的 就是房子也买不起 孩子也不敢生 还有就是这个房价的问题 还是大家心中的痛 我们来看最新公布的 第三季 全国房贷的负担率 已经高达42.25 创了新高 这也就是代表说 你的薪水里面 至少有四成 都是拿来付房贷的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 因为财经专家告诉我们 房贷 基本上要占你的薪水所得 要三成 这个才会合理 那事实上 只有嘉义 屏东跟基隆 有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那事实上 台北更不得了 台北已经高达到了67% 也就是说 你近七成的薪水 都要拿来缴房贷 这一般人怎么可能 那再来还有一个 也是不好的消息 就是说 你房价所得比9.82 这个也是同创新高 这个是告诉你什么呢 也就代表说 你要快十年 不吃不喝 你才买得起房子 好 那另外呢 还有告诉我们 这个房价有可能下来吗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根据2023年的 这个全国住宅价格指数 告诉你 我们的房价 已经连21季的增长了 也就是房价 已经连续涨了5年 5年都是房价 只涨不跌 好 那而且呢 这个房价年增5% 也就是每年以5%的速度 在向上成长 我们刚刚讲到了 选后真的很担心 万物起涨的海啸会拍打上岸 为什么 只讲一件事 店价 店价之前我们讨论很多 因为选举的关系 所以动涨 可是江湖出来总跳 该还的要还 我们就担心 店价会如何驱动 下一波的万物涨势呢 俊湘你会这样子讲 是真的是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来看实际的数字 包括台电 台电今年就有七部的机组 即将要面临除疫 那其中呢 如果是核电部分的话 核三一号机组呢 今年就要来除疫了 那另外在火力发电的部分呢 最主要的通销跟协和的电厂呢 也要来这个做替换 那替换接上来是什么 就是要天然气 可是好 你想要天然气来替换 大家不想要 再闻那个臭谋谋那种火力发电 可是问题是呢 天然气的部分 你四阶啊 四阶连环屏都没过 那你要什么时候才盖好 这个时间表不知道 还有呢 三阶的部分呢 也因为某些因素 到2025才开始 有可能来运作 那所以 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目前为止 我们有七部的大型居住 到了今年年限就要到期 这个容 这个载容量呢 是高达了390万千瓦 所以告诉我们 要什么样才接得上 会不会影响到缺电的问题 确实是大家担忧的啦 那我们再来看 那你如果缺电 会不会影响到油电双涨 我们来看 蔡政府在八年的任内呢 他涨了三次的电价 那涨幅呢 是高达23% 那这个今年 三月份的时候 很快就要再开电价的会议了 那是不是 如果今年三月确定要涨的话 那四月马上就要涨 那是不是蔡政府任内 最后一次的这个调涨电价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 可是有没有可能涨 我认为是比较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最近的数字告诉我们 台电跟中油呢 都亏损得很严重 尤其台电已经累积亏损 高达3552亿 中油的部分呢 也累积亏损到了318亿 那当然你会问 我们不是有什么超增税收吗 高达3600多亿啊 可是问题是说 我刚刚讲了 你光是台电就亏了3500多 中油也累积亏了这个318亿 那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劳健保 也是一个大缺口 那你这个多大东墙 补西墙补来补去 你说台电会不会来继续涨价 我认为啦 就是未来在这个选举过后 油电双涨可能是一个方向 这个就是民怨的所在 民怨就在这个地方越堆越高 来董哥 我们回头来看看 王毅川的那一封信 不要只会打高空 请你多贴近民怨 如何去化解民怨 特别是年轻人这一块 他看到了什么警讯 其实年轻人所写这东西 我们节目都讨论过了啦 老实讲 那其实大家也都替他们担心 可是你在选票上 就不是这样显现 对不对 我老实讲 不是这样显现嘛 你们每天骂民进党 你们票也是投民进党 我老实讲 选警容易被操作 就是一个统独啦 只要把大陆拉进来打一打 那就选上了 那真的要够深厚的是一般老百姓 民进党那些人在享受龙华无贵 你年轻人在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你说通膨严重 我老实讲 我这辈子看过通膨的情况 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严重 一涨就涨那么多 对不对 都十几% 十几% 而且就下不来 那你看到非常严重 我告诉你真正一句话 台湾的未来问题就很多人看不透 你很容易讲嘛 你刚刚听小毅所讲的 我们今年核三场一号机要停7月 明年5月核三场二号机要停 我们明年就没有核电 便宜的发电的方式就走入历史了 人员及国力 我敢讲 全世界都在拼这个 为什么美国 日本 欧洲很多国家 大家现在要盖核电厂 因为便宜嘛 日本也是停过核电啊 311以后停了 后来发现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成本都被那些电 被那些人员吃掉了嘛 这是一个常识 其实我们讲很多东西都是常识 那可是年轻人不听啊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 他最重要的第一证件是什么 给我四年盖五万户 两万户 给我五年盖五万户 八年盖五万户啦 柯文哲盖多少户啊 社宅盖多少户 不到两万户啊 号称两万 其实大概只有一万八左右 蔡英文说给我八年 我盖二十万户 在哪里 没有啊 年轻人买不买单 年轻人的票 都诉投科问责 其他的票就投蔡英文啊 你说我买不起黄子 你买不起黄子 我要讲蓝天蓝 我说你是不是活该啊 你就是鼓励那些嘴巴 很会讲黄子的人 不替你解决黄子的人 黄子没有那么难解决啦 我老实讲 就是你有没有心要去做 做不到你票 继续投他 你就不要抱怨了 建平你怎么看 年轻人当然会提出这些问题 在于说我比较讶异的是 王毅川把他公开 他的用意是什么 在赖清德上任之后 送他这个礼物 然后提醒他政府 要做哪些回应年轻人的这个 对于这个通膨上涨 然后低薪高物价高房价 然后台北市不吃不饿 要十年以上 然后才能买得起房的 这样一个忧虑吗 我觉得反而是 他在希望民进党改变他的策略 要跟民众党 争夺所谓的 刚刚提到的这些小草啊 民众党未来这个年轻人 最主要的选票的主力的时候 你必须提出 让年轻人有感的政策 但恐怕赖清德 在选举时间期间内 所开出的政见 都是针对年轻人 在读书大学高中补助的时候 我身为家长我蛮有感的啦 因为政府马上帮赖清德兑现 然后公司高中的学杂费 不是补助吗 我们从政学就开始了 赖清德520还没上任 像我家长我们收到小孩的这个 马上就有了 很快 可是他们毕业之后 出去工作找的是低薪的工作 以后他们要靠自己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怨叹这个社会 对他们不公平 然后怨叹说 没有父母亲的保护 那这个政府帮他们做了什么 王毅川 他在选举前一直被批批很搞笑 你提选后你提出这个 很严肃政经八百问题 但是你的政府 你的政党高层 有没有很政经八百的 看这些问题看待 我可以很严肃的说他们没有 他们也还没有准备好 只有想说继续学蔡英文提出那一些数据啊 王毅川不是有讲 当这一年进了那个戏里面 再提出一些数据的话 四年后我凭什么要这个相信你 我觉得像庄五件意在佩工 讲的这个东西反而是希望能够 也不是说像柯P看齐或像民众 而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物价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通膨能够再降低 问题是这个趋势回不去了 年轻人的票回也回不去了 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刚接下新职务任命 当时已被形容是遭发配边疆 没想到才刚新冠上任 又爆发涉滩意云 重创政治前途 郑文灿不只面对检调调查 民进党联政会也将于八号晚间开会讨论 是否予以除名 当然是他们内部斗争的一个白热化 因为郑文灿其实有很多的案子都在检调那边 那包含他的土地开发 甚至他开房间的这些引带的问题 郑文灿的一个弊案 现在整个的扑上台面 当然这也显示出 他们的斗争从台面下 已经扑上台面上 此事也让民进党内派系斗争的说法不进而走 前例委邱毅就发文预言 郑文灿只是第一刀 下一个可能是民进党立文党团总照 柯建民 的确是内斗内行 民党的这个内斗的斗争 实在是非常的激烈 我看兴风学义 应该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就像不久前才发生 郑国会决议把派系大将 陈廷飞开闸 但也有日本媒体人 石板民夫认为 此事因是短空强多 而立委对此都保守以对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一定会有很多的揣测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谣言的话就归谣言 可是那个事于他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相信司法的调查 强调一切交由司法调查 或许也在观望党中央态度 毕竟在党内权力核心改选的全代会前夕 争议事件连环报 就怕党内角力白热花的传言 遭到在野党见风插针 东森新闻真中心综合报道 目前曝光的案情 有部分跟我以前是一样的 他被查我不会意外 其实法官是认定郑文灿有收500万 谈起郑文灿涉贪案 身为前淘监检察官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 完全意料之中 当时我们锁定的目标 其实蛮多的 这次曝光的华雅科也是其中一个 民党执政之后 其实把手伸进各个系统 所以不敢讲话的人很多 那你问我说当年我办那个案子 有没有受到压力 我只能说我非常的不爽 毕竟过去担任检察官时期 吴宗宪就和郑文灿有多次间接交手经验 其中在郑文灿市长任内 第一个被起诉判刑的市政顾问郑义雄 就是由吴宗宪侦侦办 郑义雄跟郑文灿之间的关系 地方上是说他是他的金主 然后地方上人都说这个是他的感点 但我知道他后来对我很不满 毕竟他任内的第一个弊案 当时郑义雄和时任金发局副局长王运成 收贿包币违章工厂 甚至郑文灿的贴身秘书和司机 都被列为被告 也因此吴宗宪被外界称为查郑文灿第一人 如果就顺序来说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当时他应该是去收市府 也是我是第一个 我曾经一度想要考虑找他 但是我觉得非常比较贸然 因为毕竟他一个市长 我离开检方到现在所有 我都闭口不提郑文灿的事情 也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职业道德 二十年检察官资历 十一年都在减速黑金 这回郑文灿遭检调大动作侦办 看在吴宗宪眼里 或许只是迟早的事 东森新闻陈上宇周佩宇台北报导 郑文灿涉嫌贪污 被裁定五百万元交保 而他为了权力捍卫他的清白 今天宣布请辞海基会董事长 摊开郑文灿的财产申报 十年前刚任桃园市长时 他的现金存款是八百四十四万六千六百三十九元 债务的部分则是有房贷 两千六百六十三万三千零九十七元 而最近一次申报是去年担任 行政院副院长时所填的 他的存款是增加至三千零六十三万 土地和建物则缩减为 一笔土地和四笔建物 令信托一笔土地以及五笔建物 穿着衬衫的男子与一名女子 现身饭店房间门口 进房后待了三十二分钟 男子遭起底疑似郑文灿 当时被点名的他是这么回应 我看那个影像的年代久远 那经过剪接我想也不要任意影射 言下之意影片被移花揭幕 是真还是假北检调查中 郑志路从桃园发迹八年地方执政 让郑文灿一度被视为是接班梯队 但他的争议也不少 就是这张照片 时任政院副院长的郑文灿 参加IMB诈骗集团首脑的春酒 打诈难道都是假 我跟他们没有往来 那单纯参加活动 郑文灿自清不是诈骗集团帮凶 这部分北检正在侦办 郑文灿涉滩让他过去 著名三大案又被翻出 这间位于内湖的招待所据传 是百亿赌王林敏文 与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开的 郑文灿曾经出入过 双方勾结炒作桃园捷运周围土地 巴德郭哲敏集团如果得成的话 竟然也会赚暴力高达31亿 这无关政党色彩 有关单位一定要彻查到底 另外郑文灿担任桃园市长期间 部下也翻翻出包 金发局长朱松伟 桃杰总经理陈凯林 以及市政顾问郑毅雄都有案在身 分别是向厂商所汇 以及财产申报不实 郑毅雄更是所汇再行汇 而郑文灿自己更是经历上冲下洗 现在弊案缠身 也被外界认为是党内互打 没有说什么总统 介入司法的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种传说就大可不必 原本有意2026重回县市批战袍 现在郑文灿试图堪律 可能先被打入冷宫 东西文政治中心造不到 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57岁生日这一天收到大礼 成了贪污罪洗钱罪被告 对七年前涉嫌收受案 郑文灿结束征讯露出神秘灿效 当天深夜也发出101字声明 表示从政以来 公而妄私不贪不取 他会捍卫自己的清白 以500万元交保后传 法官给出的聚保理由当中 藏有玄机 认为虽然案发在七年前 郑文灿106年收过500万 隔年8月就交还 因此男人他有掩饰 隐匿犯罪的情节 但是也间接证明 郑文灿坦诚 自己收过500万 只不过检方这一回 侦办涉滩案 鸭子划水 过程保密到家 没有开局票 也没有搜索票 传唤郑文灿到案 当庭将他逮捕 最后却交保了 检方气得跳脚 认为全案 送钱的五个人 有四个人被羁押 另外台塑集团前高层杨兆林 是因为高龄近90岁 才会以500万元聚保 但是收钱的郑文灿 也是以500万交保 这等于是送钱的押了 收钱的却放了 因此检方立刻提出抗告 郑文灿七年前收了500万 这一次交保金 同样是500万元 事实上桃园地检署 从7月1号以来 四度向桃园地院申请搜索票 都被院方驳回 理由是郑文灿同案被告 都被羁押 加上郑文灿有退回收售的 500万元 对此民进党团表示 期盼司法单位 秉持着误网误众的精神 郑文灿只剩自己 在帮自己喊冤 东森新闻 招解林尚玉 桃园报导 这块农地就是前桃园市长 海基汇东市郑文灿 涉滩的关键地 位在华雅科技园区正后方 这一块9.5公顷的地 风也望去 附近不只有工业区 甚至还有不少新建案 以及基杰A7站就在隔壁 根据了解地主们 因为想把农地变更成工业用地 好加入华雅科技案 也就是所谓的变更林口 特定区计划 公务工业区的扩大方案 知道那个环境 当农业已经不太有机会了 有些地主他希望是能够开发的 只是前市长涉入弊案 就连里长面对这块土地的相关问题 也小心翼翼不愿多谈 警调调查 一次由地主成化会中的 台塑集团前高层主导 由前总经理杨兆林筹钱和前副总经理 侯文水等人一起拿500万 送钱到时任市长郑文灿的官邸 接着郑文灿主导师傅通过该重划案 警调掌握了台塑廖家父子等人 2017年9月进入市长官邸的画面 而隔年8月 郑文灿退回500万元汇款 检调研判很可能是为了撇清 检调传唤包括台塑集团前高层三巨头 杨兆林 廖俊松 侯文水等人到案 相关人员都坦诚送钱 并拒细迷移交代行贿过程 以及金额等细节 实际找到地主询问当时状况 郑文灿这个事情 这个看电视才知道 有任何人跟你们有过接触 或者怎么样 都没有吧 因为我们那个是私人主地 比较多的应该就是庙 庙比较多 所有那些有跟你们协商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 我以后真正也是都我们这些 做生人留下来的 这个大壁在收 那财团怎么会怕死人 继续追查发现这背后牵扯到的 庞大利益 在地人异常低调 只希望司法能尽快厘清查明 对新闻消化名 熊志虚辰陶渊报导 台阶委董事长 前陶渊市长郑文灿 昨天迎接57岁生日 却爆出他因为涉嫌贪污 遭到陶渊地检署生押 陶渊地院裁定他以500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郑文灿在昨天深夜的时候 也发出了简短的声明 他强调从这以来 公而妄私不贪不取 这是他很珍惜的价值 他也会在未来司法调查的过程中 捍卫自己的清白 并且感谢大家的关系 另外要来看检方的部分 事实上郑文灿卷入贪污弊案 桃园地检署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接获检举了持续搜证 上个月发动约谈 陆续将行贿一干人等都生压境界 桃检针对受贿的郑文灿 则是四度向法院申请搜索票 但是每次都被法官以 询证内容完备 无必要搜索郑文灿而驳回了 5号当天 传票通知郑文灿到案后生压 法院还是让他五百万元交保 这是让检方跳脚痛批 说送钱的压了 收钱的却放了 抗告书在深夜的时候 已经送抵了远方 东森新闻持续来追踪 郑文灿涉探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整体事件 跟华雅土地开发案有关 其中有一块9.5公顷的农地 因为大小的关系 迟迟无法变更为工业用地 加入开发的行列 因此重化会才会找上郑文灿 希望他能够居中帮忙 目前这块地一坪 大概是八万元 但如果变更之后 总价值是会高达五十七亿元的 这块9.5公顷的地 就位在华雅科技园区正后方 放言望去附近不只有工业区 还有不少新建案 甚至基杰A7站就在隔壁 倘若变更成功 市值恐怕不止翻倍 眼前这块农地 就是郑文灿涉滩的关键地 根据了解 地主们因为想把农地 变更成工业用地 好加入华雅科技案 也就是所谓的 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 公武工业区的扩大方案 只是案件送到内政部没有过关 东森新闻持续追查 发现这背后牵扯到的庞大利益 连在地人都不敢多谈 变更成功的话 它的工业区地段 限值一瓶是三十万 这九点五公顷会赚暴力高达五十七亿 在地中介表示 这块山坡大多是墓地 也因此不少企业看准价格便宜 想要进一步开发 而华雅科技园区就是如此 但当时桃园市府的态度 偏向趋断征收 不过时任市长郑文灿 却只是要让业者自己重划 但这背后的问题就在于 这块地只有九点五公顷 不过法规明确规定山坡地的开发范围 不得小于十公顷 也因此外界质疑 这零点五或许就是重划会 找上郑文灿的主要原因 土地的征收来讲是比较少进入 所以大概这个是我了解 简调因为想要进入了解的项目 根据了解这块农地 目前市值一瓶大约只有八万 倘若变更为工业用地 不管是企业进驻又或者是建商开发 以地理条件来看 一瓶价格至少六十万起跳 这回桃园检调大动作歹人 必定掌握相关金流 地方人士似乎也担心惹祸上升 全都三肩七口 东森新闻曾坚豪 陈向宇周佩宇 桃园报道 检调查谈呼 这回盯上的人是上个月初 才接任海基会的董事长 也就是前行政院副院长的郑文灿 而独家消息掌握呢 是有民众来指控说 郑文灿是在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呢 有涉嫌贪污收贿以及省钱 因此呢检调展开半年的调查之后呢 选在七月五号的早上来传缓郑文灿 并且呢经过讯问之后 是当庭将他逮捕 现在检方生涯境检 郑文灿在律师陪同下讯问十六小时 律师阅卷后走出法院 只字不谈 但整起弊案 与郑文灿在桃园市长任内 2019年都发局所办理的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 公武工业区扩大方案有关 检调在接获检举后侦办 过程保密到家 郑文灿七月四号从日本回国 隔天就被传唤到地检署说明 尤其被生压禁件的这一天 还是郑文灿的五十七岁生日 设案金额以及金流 检调人拒绝透露 不同步搜索 而是特别选在郑文灿生日前 秘密通知他到庭 再转被告 可见案件敏感程度 签一法动全身 对此总统府海基会民进党团 针对郑文灿遭到调查 皆表示尊重司法 齐犯司法单位 秉持误网误纵精神 尽速厘清事实 至于桃园新闻处也回应 是否配合司法调查 郑文灿则透过委任律师文字回应 一切会配合司法调查 希望能尽快厘清真相 证明清白 只是对他来说 这五十七岁生日不好过了 东森新闻SNJ小组张仲华 姚一婷 桃园报道 五十七岁生日这一天 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首要行程 就是先离开法院 结束马拉松是讯问 郑文灿面对镜头 人挤出笑容 想告诉大家 我很好 不过检掉可没想要放过他 而经过讯问之后 是当庭将他逮捕 并且是申请羁押记件 最后是预令五百万元交保 并且是限制住居 以及出境出海 那现在检方不服已经提出抗稿 检调查出 郑文灿在桃园市长任内曾收受华雅科学土地开发案地主行会 原因是当时开发案外围有一笔9.5公顷农地申请自办重划 在农业用地无法纳入的状况下 重划会内一名退休的阳性总经理与地主仇促了近千万元后 透过一名与郑文灿熟事的料新友人交付其中五百万 尽管款项事隔一年被退回 但关键金流已经被掌握 检方怀疑金流涉及洗钱 但法院之所以驳回郑文灿的生涯 是因为难以证明被退回的五百万款项有犯罪嫌疑 虽然犯罪嫌疑重大 但日前已经早一步将集团退休总经理 以及白手套六姓男子积押 认为该监听以及该搜证的部分已经做足没有积押必要 对此总统府海基会以及民进党团 针对郑文灿遭到调查 皆表示尊重司法 期盼司法单位并持误网误众精神 尽速厘清事实 郑文灿则透过委任律师回应 一切会配合司法调查 希望能尽快厘清真相 证明清白 只是对他来说这57岁生日不好过了 东森新闻社会中级SNG小组桃园报导 关心最新的消息 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一次卷入到了土地弊案 遭到了桃园地检署约谈而且深压 对此呢 郑文灿的律师也发出了声明表示 自己没有不法的行为会配合调查 获得最新进度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记者姚艺婷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呢 他上个月才刚担任这个海基会的董事长 没有想到现在却是传出有涉嫌贪污的嫌疑 疑似是他在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 在领口的一处土地开发计划是有相关 而且是有涉嫌严重的贪污以及社会的情形 而检调单位呢 他们现在是掌握证据之后呢 在昨天进行大动作的搜索 并且是依被告的身份来约谈郑文灿 那么其实经过整个漏夜讯问之后呢 检方认为这个郑文灿的这个贪污的嫌疑是相当的重大 因此是向院方要来宣请积压 预计最快的是在今天下午就会来召开积压庭 由于郑文灿的这个律师现在还在阅卷 所以呢现在积压庭的时间还不太确定 那么其实郑文灿呢 他就是疑似是在桃园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 有涉嫌土地的这个贪污的情形 因此遭到检调呢来大动作的搜索约谈 那么另外其实我们也注意到的是 其实今天呢就是郑文灿他56岁的生日 没想到却成为了这个贪污的被告 那郑文灿现在呢其实现在人就在 这个地检署的这个家事里面里头 现在等待要来召开积压庭 那他现在也透过律师来发出声明 表示说要来厘清一切的真相 会配合检调单位来进行后续的侦查 那么要来证明自己的清牌 表示自己是没有任何的不法情形发生 那么其实如果现在呢 郑文灿涉贪的这个事情 一次呢就是他在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 在林口的移住土地开发计划是有相关 而且呢检调单位呢是进行漏夜的讯问之后 认为他的嫌疑是相当的重大 因此呢是检方来向院方来宣请积压 那么现在这一块预计呢就是在下午的时候 就会来召开积压庭 那么现在目前还在等待 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情形 我们再随时为您做掌握 海基会的董事长 那郑文灿在他担任桃园市市长的任内 其实他涉及的土地开发的弊案 有好几件 那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确定 检方是针对哪一件在侦办 无论是针对哪一个案件在侦办 检方都应该要彻查研办 勿往勿众 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同时 郑文灿作为民主进步党 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 针对这件事情 民主进步党的主席 赖金德总统 我觉得他应该要非常严肃的面对 要展现清楚的态度 那这个就是郑文灿过去有被点 或要选这个新北市市长 那现在就有人认为说 是不是胆妹的恶动 在这个时候 我认为没有必要 做太多政治上面的揣测跟脸像 最重要的事情是 面对这一种贪污腐败 违法滥权的事情 压了这么久 赶快彻查研办 给台湾社会一个基本的交代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的回答还是一样 在这个时候不要去做太多 政治上面的揣测跟联想 那郑文灿过去在桃园市长任内 遭检举的土地开发弊案还蛮多的 不管是哪一个案件 检掉都应该彻查研办 桃园市长郑文灿已经交保出来了 我们来看地院的最新现场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那你全村也更新 这期建成交点也是更文化的 遮探案 周总呢 他其实已经五百万元交保了 目前呢 他现在就限制住居住海的 那他不出这个发言的消息 也是最大力 至于媒体的任何的这个 媒体的任何提问呢 他都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 直接就上了车直接离开 那么其实这起案件呢 是震惊整个社会 尤其因为呢 说郑文灿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他才接任了这个海基会的董事长 那么现在就被传出说 他竟然是有这个涉嫌贪污的行为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 就是因为有民众啊 有吹哨者来向地界处检举 他在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呢 是有在这个新北领口的一处土地开发案 他们当时呢 就是不断 就是有涉嫌贪污以及收贿的这个情形 甚至还有洗钱 而现在呢 检方是 而现在呢 这个检方呢 是因为 离清了整个事情之后呢 在昨天7月15的时候 是来对郑文灿来传唤 要来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么经过检方的询问之后呢 是当庭将他逮捕的 那么现 并且呢 检方也向这个院方啊 要来申请这个生涯觐见 不过呢 稍早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积压庭已经召开完毕了 目前强队处分出炉是 预令大约500万元交保 并且呢 是这个限制住居 以及出境出海的 那么现在 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郑文灿的 他的亲友呢 是提了两袋的这个现金 来到现场 一袋呢 是装了1000元的现金 那另一袋 则是装了2000元的现金 他们半保呢 大约花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么就可以看到呢 郑文灿在律师的陪同下 是直接布出了这个法院 一出来 就直接遭到现场的媒体 来大批的包围 不过呢 他对于大家的提问呢 都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那是否有涉担 他也其实没有要另外做澄清 不过稍早事情 一爆发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已经有 透过律师呢 来表示说 目前他的这个状况呢 已经他要证明说 他其实是没有 任何的不法情形 那接下来都会接受 检调来调查 那我们根据 我们了解他 其实整个事情 就是他担任 桃园市长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华尔科学园区 有个土地开发的案子 那一次呢 就是从中间 有这个涉嫌贪污 以及收费的情形 因此呢 才遭到检调来 大动作的搜索 来遭到检方来传唤他 那其实传唤 就是从昨天 那经过这个讯问之后呢 原本是想要 是你要进店 不过呢 最后还是被这个院方 给驳回 那现在检方呢 也是提出抗告了 那么以上就是 欠党最新情形 我们时间镜头 再讲给棚内 检调查谈呼 这回盯上的人 是上个月初 才接任海基会的董事长 也就是前行政院 副院长的郑文灿 而独家消息掌握呢 是有民众来指控说 郑文灿 是在担任 桃园市长的时候呢 有涉嫌 贪污 收贿 以及省钱 因此呢 检调展开 半年的调查之后呢 选在7月5号的早上 来传唤 郑文灿 并且呢 经过讯问之后 是当庭将他逮捕 现在检方 生涯境检 郑文灿在律师陪同下 讯问16小时 整起闭案 与郑文灿在桃园市长任内 2019年都发局所办理的 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 公武工业区扩大方案有关 检调在接获检举后侦办 过程保密到家 郑文灿7月4号从日本回国 隔天就被传唤到地检署说明 尤其被生压境界的这一天 还是郑文灿的57岁生日 事案金额以及金流 检调人拒绝透露 不同步搜索 而是特别选在郑文灿生日前 秘密通知他到庭 再转被告 可见案件敏感程度 牵一法动全身 对此总统府海基会民进党团 针对郑文灿遭到调查 皆表示尊重司法 其犯司法单位 秉持误网误纵精神 尽速厘清事实 至于桃园新闻处也回应 是否配合司法调查 郑文灿则透过委任律师 文字回应 一切会配合司法调查 希望能尽快厘清真相 证明清白 只是对他来说 这57岁生日不好过了 东森新闻SNG小组 张仲华 姚一婷 桃园报道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但也持续来关心这一期政坛的焦点 也就是郑文灿的涉探案 其实您可以看到 郑文灿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走出了法院 不过他对于媒体的提问 他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他就是直接走上了 他的资源轿车 并且是一路轿车 就开回他桃园的住家了 而这一起事件 其实就是因为有民众 也就是吹哨者 他来送地检署 检举说郑文灿 他在担任桃园市场的时候 是有涉探的贪污关键 那关键就是因为 他当时桃园市归山区华雅科学园区外 有一笔9.5公顷的农地 是来组成这个重化会 那当时又向桃园市府来申请 自办重化为住宅居案 那不过呢 他主导重化会的这个台塑集团 前高层 以及其他地主呢 是筹出将近千万元 透过重化为 这个郑文灿的熟悉六姓人士 来交付献款 一次呢就是这个事情 导致成为他涉探的这个关键 因此呢这个检调呢 是常是接获检举之后呢 大约调查于半言左右的局员在 选在昨天的一大早呢 就直接传唤了郑文灿来到现场 那经过整个讯问之后呢 这个检方认为呢 他的罪证呢是相当的重大 因此呢是当庭逮捕 并且呢是向军方来深压境界 他们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 就OK 家庭大约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从中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承办的检察官呢 离开这个法院的时候 对于相关的这个媒体提问呢 也就是没有在做任何工作的回应 那最后呢强制处分 他就是被运令为五百万元交保 并且是限制住居 以及限制出境出海的 那么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郑文灿的亲友啊 是来到了现场 他是拿了两袋的现金 一袋呢是装了一千元现金 一袋则是装了两千元 直接来现场要替周文灿来进行办保 大约下午一点半左右的时间 周文灿就直接是布出了这个法院 布出法院之后呢 他并没有停下来多做回应 是直接上了他的私人教授 并且是开到了他的这个住宅里面去休息了 那对于这个事情 第一时间他其实透过律师来表示说 他并没有任何的不法行为 后续呢也都会配合检方来做调查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时间尽头再交还给棚内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您持续来关心郑文灿的涉滩案哦 郑文灿其实在上个月初才接任了这个海基会的董事长 现在呢却传出有涉滩的弊案 原来说桃园地检署呢 是有接获民众来检举 表示说郑文灿一次 他在当桃园市长的时候呢 当时就是有在新北领口的一处土地开发案中 是有贪污收贿并且有洗钱的动作 而且这个金额呢是相当的庞大 桃园地检署呢接获检举之后呢 就来展开调查 在昨天7月5号的时候呢 是来传唤郑文灿来盗案说明 那经过检方的讯文之后呢 认为他的嫌疑是相当的重大 因此呢是当庭将他给逮捕 并且是深压禁件 而稍到11点半的时候呢 已经在召开这个鸡鸭亭了 那我们也看到呢 说这个承办的检察官也就是陈嘉义 当时呢他就从地检署直接是徒步来到这个 院方要来进行鸡鸭亭 要来进行开庭 那不过呢问起整个案子 他是只字不语都没有提 都没有说任何的话语的 那么现在呢 目前还在开庭当中 那其实呢这个郑文灿 第一时间他也透过律师来表示说 自己是没有任何的不法行为 那接下来会来 会配合检方来调查理清 还自己一个清白 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说 今天其实是郑文灿 他57岁的生日 没想到他就成为了这个贪污 以及这个洗钱的被告身份 目前正在这个地院这边来进行 召开鸡鸭亭当中 那如果有任何的罪行消息 我们再随时为您做掌握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您持续来关心 这一期政坛社会的这个政治案件 也就是呢 郑文灿他是涉嫌贪污 遭到检方来传唤了 那么其实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郑文灿 一步出法院的时候呢 他对于大家的提问呢 都是不发育的 并没有特别停下来 要来澄清这整件事情 是直接就上了他自家的这个轿车呢 一路呢 就可以往他桃园的住家了 那么现在他到底为什么会 卷入这个涉嫌案件呢 意思就是因为有这个民众啊 他有吹哨者来向检方来进行检举 表示说呢 这个郑文灿他当任桃园市市长的时候呢 他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涉贪的关键是桃园龟山的华雅 科学园区外有一笔9.5公顷的农地 来组成这个重化会 来向桃园市府呢 要来申请呢 办为这个住宅区案 那么疑似主导重化会的台塑集团前高层 以及其他的地主 总共是筹出了近千万元 透过重化会中的这个郑文灿 熟悉的料线人士雷交付现款 也就是这件事情呢 导致他卷入了这个贪污的案件 那么检方呢 是昨天一大早呢 就传唤这个郑文灿雷到现场 雷进行询问 经过询问之后呢 是当庭将他逮捕 并且是向这个法院来申请羁押 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就已经召开了羁押庭 大约两个小时后结束 而郑文灿当庭呢 是直接被这个法官认为说 因为罪证不足 所以是预令五百万元交保 并且是限制住均 以及出境出海的 那么他第一时间也是向律师来表示说 自己是没有涉及任何的步伐 所以有任何的这个行为 现在都会来配合检调来调查理清 那有任何的最近消息 再持续为您做掌握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关注 是时安风暴连环报 观众朋友 致癌的苏丹红风暴进一步扩大 先有下位先 再来全联的蔡波片 连汉来美食集团亲下的汉来宣 通通沦陷了 还有台糖安心屯的瘦肉筋 还没解决呢 是台中市你小题大做了 还是中央失职失能呢 郑文灿跟卢秀燕 高中高 高手过招 一场甩锅背锅吃锅 想遮掩什么 能厘清什么 好 郑相哥好 报信的观众朋友 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 但是我看着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既关心食安 我也关心政治 郑文灿副院长 来 我问一下郑相哥 一阵子没有浮上台面了 对不对 去年一直讲说什么 有什么十几年前的影片 是不是他 他说那不是 之后呢 就沉浅了一阵子 院长 他要为他的这个 平食安也要顾政治啊 520以后有没有他的位置 就看这次能不能够调和鼎耐 把市行的手腕处理得好 观众朋友 先不用管你个人的喜好 但我当一个政治人员 我评价郑文灿 他的手腕是非常厉害 而且很圆融的 那这一次 因为台中的食安事件 跟行政院可以说是对干开来了 行政院 陈建仁院长在立法院的 这个食安报告当中 也对台中市多所批评 但这时候怎么办 像要当那个中间的食安 就是郑文灿 那中间他说什么呢 他话也讲得很好听 他也没有骂这个卢秀燕 他说呢 哎呀 卢秀燕市长都说了嘛 是单一实验室的污染啊 所以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我的错啦 我们一起请卢市长 上台北吃酸菜白肉锅 挺台糖 等一下 如果说是这样 那就不用炒啦 行政院也说是单一实验室的问题 卢市长也说是单一实验室的问题 这样是不是这个在火上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挺台糖 挺台湾猪肉 一起来吃火锅 听他那没问题吗 但是前面的那个 卢市长也认为是单一实验室的 这个污染事件的前提是错的 卢市长没这么说啊 卢市长说我哪有这样讲 我哪有说是单一实验室的污染事件 观众朋友 这个事情因为上礼拜五 我有访问台中车副市长郑造新 他讲得非常清楚 我就懂了 这一次台中不是出现了一块猪肉吗 那猪肉验到了以后 这个西布特罗其他的没有嘛 那中央也拿了那一块牛肉的部分 采样去验对不对 也验出来了对不对 所以那一块确定是有的 可是呢行政院跟这个食药署 还有卫福部讲 我们验了同批的其他的肉都没有 所以这个叫单一实验室的污染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 可是卢哥我要跟大家讲 台中是一块牛肉 这块牛肉后来验出来的是11公斤 但是你要知道整批牛肉是半年前 就已经把它直接冷冻起来 变成是猪肉了 当时半年前 整批应该是多少公斤你知道吗 几公斤 是372公斤 所以是372公斤 到现在出这个市以后 只剩11公斤可以去验 其实他都吃下肚了 所以他存3%而已啊 另外的97% 96点多 他根本都已经找不到了 吃下肚卖出去了 你怎么能证明那些验不到的 没有问题 对 所以台中市政府讲说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说是谁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验出来了 你不能讲说 它就是单一实验室 我们台中市的卫生局跟食安处 没有错啊 那所以呢观众朋友 这从拼食安到变成拼政治了 因为你约我到台北吃锅 卢先生讲说 哎呀太好了 我知道你会软对不对 我告诉你妈妈市长卢先生更软 因为他都面笑笑嘛 我知道 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燦 很关心台中 台中我们有很著名的郭考捷 台中真有郭考捷 你要给我射套去吃火锅 我还要请你来台中来吃豆腐 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吃火锅来吃豆腐 台中真有郭考捷 而且他说要吃酸菜白肉锅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台中有一个台湾一开始 刚刚发迹在台北很有名的 顶王酸菜白肉锅 就是台中的 要吃了台中 来来来 你来你来 另外台中还有个清蒸牛肉锅 可是牛肉不是猪肉 所以可能呢 卢秀应就把他约回来 所以约来约去 今天记者要回去问郑文燦说 哎 卢秀应反而约你去台中 那郑文燦知道 苦笑说 吃火锅的这个场景 俊昌哥现在看起来 有可能真的会上演 然后因为肉的问题出事了 以后大家会担心 所以他们两个 现在就变成是扮演收尾的动作 两个人把这个事情给结了 那民众以后也不再担心 对两个人的政治行情都有帮助 好 原则我们看到了 郑文燦跟卢秀应市长的 甩锅背锅吃锅的这个 一来一回 哇真的是高手过招啊 你怎么看 我觉得郑文燦 蛮特别的这种 因为我在立法院观察 郑文燦也都有来立法院 但是因为他是副院长 所以他不需要背询 他平常不太讲话就很默默的 我在想说 他是不是想说 哇 这一场战 如果我没有参与 那接下来的那个分官封决 我是没有机会了 你知道吗 这几天我在立法院观察 陈建仁可是战力满满啊 国民党立委只要质询他 哇 他就是一一步就是战神样 人家问一句他顶两句 人家问题都还没讲出来 他就已经批啪啪讲一大堆 所以导致于说整个质询 有时候就变成两个人讲话很大声 哇 陈建仁真的是 非常勇武在板击啊 那民进党立委呢 也是疯狂作囚 只要轮到民进党立委呢 就一直作囚给陈建仁 让陈建仁来杀 那郑文燦可能在旁边 他有参与 他有看 没有表现机会 所以他就说 怎么办 我被边缘化 没被注意到 万一要封关 没有我怎么办 我觉得赶快跳出来 那 现在最能够建功的就是 栽账给卢秀燕嘛 对不对 因为卢秀燕是2028年 国民党可能的总统人选 候选人选 第二个就是 现在整个民党的风向 都是要甩给卢秀燕 那当然郑文燦就是这样讲 只是我觉得郑文燦很奇怪 就是说 郑文燦你也可以跟陈建仁一样 或者是其他民党立委一样 用那种讲法嘛 你怎么会直接造谣呢 直接造谣说 卢秀燕自己也讲过 说实验室污染 哪有 他哪有这样子讲 好奇怪 我觉得是不是 真的 郑文燦放空太久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不晓得 旁边发生什么变化了 所以才会冒出这么一句 这当然就会跟大家 跟郑文燦以前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做个连结嘛 比如说第一个 他论文造假 因为他论文抄袭 然后第二 郑文燦曾经被爆出来说 有很多那种影片 出入不正当党 或跟哪个女生在一起 他不是也说是造假吗 那人家就讲说 那你说那个是造假 可是你讲话是造假 那会不会你说 那个事情造假 是一个造假 大家就会 就会开始酸他 所以我认为 郑文燦这一次 去讲卢秀燕 是有一点 偷鸡不着十八米 他想要建功 但实际上 回力标整个打在他身上 对他要争取 不见得有利 我觉得 郑文燦 最好的归宿 反正 在清德也不太喜欢他 他就在 部院长蹲蹲 蹲一蹲也不要讲太多话 去选他的桃园市长 这个可能机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国民党 再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输 这个就是郑文燦最好的机会 好 食安风暴 这个安心屯 是止住了 我们只是要一个真相 可是 另外一个风暴面 持续打击面 还在扩大的就是 会致癌的苏丹宏 政府的管控 什么食安挤环 都睡着了吗 对 现在民众在想说 我吃下胃现在没有 喔 现在下胃不能吃 那我吃猪肉干好不好 猪肉丝可不可以 结果猪肉干猪肉丝也中了 好 那我既然肉的也不能吃 下胃不能吃 那我来吃菜脯饼好不好 对不起 菜脯饼也中了 我们现在其实真的也不知道 到底现在状况有多严重 因为都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还是不确定 到底三批还是四批 好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因为最新消息 这可是中了一家非常大型的 连锁超市 就是全联 全联有出了一个菜脯饼 那这抽饼呢 总共呢 这个数量是在全台湾都有铺货 所以你去到每个超市 在当时都看到这个菜脯饼 就了解卖得还不错 原来它是在苗栗的新豪食品 所制作的这个所谓菜脯饼里面 红红的很可人 很可人 现在是很可恨 因为里面竟然有所谓苏丹红 那现在已经非常确认 因为这是来自于新北市保新 从河南的这个三合药业呢 就是进口了这个所谓的红色辣椒粉 里面呢就是有标准 大家最害怕的苏丹红 那现在这个状况到底有多严重呢 因为其实重的厂商 坦白讲都算是有名气的 我们先讲这个夏卫先就不用说了 我们说这个金安季食品的这个 香腊猪肉干跟香腊猪肉丝 这可是有上美商的大型卖场的 所以连美商 最近那个美商大厂一直都中 这个案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在之前都吃过 这个猪肉干猪肉丝 应该要整包再卖 价格还算合理 而且你知道数量有多可怕呢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什么 几毫克 几公克 我们现在谈是公斤 而且公斤谈的不是几百公斤 我们谈的是将近七千公斤的猪肉 那现在这个状况呢 已经被查出来之后呢 已经要求15个县市来做回收 但是已经很多吃进肚子里了 最夸张的是根据李彦秀讲的讲法 我是真的有点傻了 为什么呢 原来台湾早就在过去半年 查到四批所谓的进口中国的 所谓辣椒粉里面是有苏丹红 等等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什么2006 2007这么久以前的成年往事 不看远我们就看进 过年前几个月 已经有出现国内不应该出现的苏丹红 政府有没有加强查气的力道呢 我们想的只有非洲猪瘟啊 淋淋蓝减啊 要趴20万到100万啊 做的好像活活生生 做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很骄傲 但是这个事情是已经有案例 中国已经不断在发生事情 理论上你做一个政府单位 当然你的这个神经要拉紧啊 但你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它的採检率是多少吗 从20%拉到了50% 后来这事情爆发了才拉到100% 然后我们的相关的高官 云淡风轻的说一句话说 百密总有一书 对不起如果这个事情 你在过去已经查到四次了 你当然一定是逐批检验啊 你怎么可能会说一句话说 百密总有一书 这是致癌物耶 吃多了 如果今天要不是这个 在云林发现到这个所谓的寄生有 寄生家公司有这个苏丹红的话 我们现在还在吃耶 而且它遍布的东西 不是只有灵嘴 包含肉品 这很多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 它还制作成所谓的胡椒粉 那到底现在到什么地方 那我们谈这些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高 这些所谓的高官们 他们除非是不关心天下事 要么人都知道 因为在中国里面 就曾经有发生一件事情 打个鸡蛋花整锅都是红色的 这消息一定有 因为里面就放了这个苏丹红啊 所以我们谈这事情的时候 政府面对所谓大事情的时候 他做事情 哇很夸张 20万到100万的罚 但是我对民生小事的时候 已经有市井了 凭什么没有主批检查 所以博弈是不是政府在这个地方 反映慢半拍呢 结果已经不要看了 所有人怎么会说出 他们不是百分之百抽验 这一句我听不懂 如果提高抽验 就会有漏网之鱼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继续不要提高抽验吗 我觉得对于食安的问题 政府你可以说慢半拍 但是绝对不能够 完全忽视你的错误跟重点 现在感觉起来 整个不只是食药罗斯松了 我就连行政院 对待所有食安的问题 都有出现避重就轻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之前行政院院长陈建仁 他的食安报告 大家都知道炒得非常的火 但他食安报告里面 完全几乎没有提到苏丹宏的问题 没有提到这个重点 然后整个食安的报告里面 只有九页 九页的内容 大概只有三个诉求 跟三个主张 这三个就是 第一个马英九好烂 再第二个台中市政府好混 第三个民党政府好棒 因为他一直在说 蔡政府的食安做得比马政府好 食安的问题 以及由系统性转为个案性 还是说 蔡英文在推动了食安五环之后 因为啊 中央与地方的合作非常的好 所以提升了食安的处理效率 第一个我先问 这次苏丹宏这个辣椒粉的这个事件 延烧多久了 三个礼拜了 快三个礼拜了 目前已经波及了全台15个县市 有问题的一些零食啊 不只是虾卫鲜猪肉干 还有药膳汤粉 韩式泡菜汤粉都被验出有问题 甚至还有刚刚来宾讲到的 苏丹宏的辣椒粉啊 已经卖出了1.7万罐 已经缺台湾民众了 而且很多东西吃官了 请问一下 到现在有问题的苏丹宏辣椒粉 结束问题了吗 没有 越来越多 对 到底影响的范围 可能远远不止这15个县市 请问一下我们的蔡政府 到底哪里提升了食安处理效率 这件事情我刚刚一开始讲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它莫名其妙出来了 而且到现在三个礼拜过去 还没有抓到漏洞 还没有堵漏耶 没错 然后再第二个 好 你说你速率不够快就罢了 你还说 因为中央跟地方 有共同的合作 所以将所有的影响 降到最低 请问一下 之前社交金发生问题 完了之后 绿营是怎么打 卢秀燕市长的 怎么攻击台中市政府 一下王必胜说 卢秀燕市 有雄心壮志的领导者 王定宇委员还说 卢秀燕市长应该要诚实为上 陈建仁是直接把责任 推给台中市政府 说都是台中的错 因为没有给台糖 15天的复宴期 请问一下 到底哪里跟中央 有好好的合作了 完全在瞎扯 所以我说拜托蔡政府 食安真的非常重要 没有食安就没有国安 希望你们对待食安的态度 不要用敷衍 不要推卸责任的方式 而是应该用人民的健康考量 来做最后的依规 跟最后决定的方式 wanture 你走开 因为这些食安的问题 坦白上已经变成 民众最恐慌的问题 因为民众已经开始担心了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过去很喜欢 在我脸书上po一些美食 那有些观众朋友 看到我吃一些炸鸡 他直接问问说 小心吃到苏丹红 所以你看现在民众 已经开始很勇敢 他们无所不在的感觉 对 他们已经很紧张了 对 无所不在 对 所以现在变成 民众已经很紧张的 不管高兴是说 好险我夏威仙都吃原味的 不晓得到底有没有问题 对 无所不在 所以你就会感觉出来 不管你这样吃什么东西 感觉都会吃到 可能会类似的一些 这个不安的食品 这才是问题所在 那政府呢 就应该赶快去解决 可是我们看到政府 都在打嘴炮 你看你包括食安报告 陈建仁出来讲 上个礼拜五开 那个院会咨询 大家听下来 有听到什么重点吗 完全没有啊 所以现在变成 那个郑文燦 必须得出来 火上加油一下嘛 那郑文燦出来讲的时候 他对个谁 对到卢秀燕 那为什么对卢秀燕 我个人认为是 有一些政治指标在 就是卢秀燕未来 可能是国民党来赢的 可能贡主啊 或是潜在的人选 所以呢 要先对准卢秀燕 不能让卢秀燕得益 我认为民进党 在这一方面 你看过年前王必胜 狂炮轰 每天脸说炮轰 卢秀燕 过完年之后 换人了 换人郑文燦 当然郑文燦讲话是比较科技 比较高大上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这脉络是一致的 可是问题是 现在大家不想管你什么脉络 大家想管你 赶快把食安问题做好不就好嘛 大家不要忘记 过去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食安倒了马政府 那现在呢 蔡政府执政的时候 大家希望你食安 他能够做得更好啊 不应该重蹈前面的辐测嘛 你应该把食安做好之后 你再打这些嘴炮 大家不会理你 说你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今天 食安还没做好 你就太打口水战啊 打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那只会让民众更加反感而已 今天往上来看 五星级的执政 怎么会变成了大秘宝的保证呢 比新竹棒球场更大的大秘宝 正在桃园陆续被挖掘中 什么样的设计跟监造 设宅居然盖到了一半 15楼以上的外墙 统统得砍掉重练 这太可怕了吧 更夸张的是 一场雨居然就让新建中的 驱公所的大楼浮起来了 现在 土木专业的张善政市长 跟李洪源教授联手要调查 桃园市的公共工程 直指前市府失能 到底失能在哪里 现在 郑文燦也表明 愿意接受监院的运行跟调查 我们就看看 能挖出多少的大秘宝 其实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进行的市府的 过去建设的总体检来讲 确实给郑文燦一个压力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次体检的过程当中 是包含到已经完工的 甚至还在施工当中的 这些东西 如果你已经完成验收 但是被检查出来 有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验收有状况 那就变护航喔 是 所以之前 他今天还穿出来讲说 什么监察月要约谈 这个张三正或什么的 结果没有想到 郑文燦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就发布了一个十点声明 针对外界的质疑 他就讲说 哇你看喔 他作为市长会负起最终的 这个政治真的 但是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不能够因为首长轮替 新的首长就否定 市府团队共同打拼的成果 他说这是错误的 也不公平 那我觉得问题就回到了 就是现在的这个体检老实讲 不是代表否定 如果大家对这个工程有疑问 那经过整个检验完了之后 确定他没问题 那不是还给你清白 而且更告诉大家讲说 你没有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来看喔 对于现在桃园 一直被这个披露出来 说有一些这个 公共工程建设上面 是不是如外界所讲的 有很奇怪的状况 我们先过来看了 这一个这个社会住宅 事实上你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很奇怪 这个其实还在施工当中吗 你知道吗 这个社宅啊 其实到目前为止 他本来应该要接近到 完工的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到 住宅的外墙居然是空的 一面一面 每一户的那个外墙 怎么都是空的呢 我先问俊相一件事情 我们所有的大楼在盖的时候 是不是外墙先盖好 是 外墙先盖好 你才会有里面的隔间嘛 是 怎么有可能里面隔间先好 外墙不在 那这什么原因呢 事实上我告诉你 这是桃园中立的都庚社宅啊 结果呢 他本来都已经要到 快到完工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现在被踢爆说 厂商在那个时候施工的时候 没有按图施工啊 也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高楼层 结果15到20楼的部分啊 并没有按住 他们建筑有个叫做落物曲线 也就是你必须 那个建筑物有一些东西 要有空间的 他说你没有内缩60公分 意思是什么 你往外扩了 往外扩很有可能 会增加你室内的 屏宿的这个面积 对 但问题是啊 因为你不符合这个图嘛 现在桃园市府的也承认就讲说 对这个图不对 所以呢15楼以上的外墙 居然砍掉重裂 所以你可以想像 那个情境一定是15楼以上 就像你讲的 四面八方 墙壁都封好了 结果拿图来兼造一比对 你这个没有一图施作 好大胆啊 那你现在把那个墙 外墙给打掉 你说我里面再给它 空一个墙起啊 那很多人就觉得 那结构体不会有问题吗 虽然厂商或什么都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可是像这样的画面 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触目惊心啊 那你说这些所谓的 公共建设的这些建设里面啊 老实讲啊 其实对于市府来讲 他不会说一次等到 全部盖完之后他才验收 对 他一定会进行分段的验收 没错 所以你这中间 其实你包含施工单位 包含监工单位 其实市府也不是说 我发包完了之后 我就通通都不管 好我们就回来看 最近在热点上 有桃园12亿的 叫北景云计划 对 其实北景云计划 不是一个建筑物啦 它其实包含到了什么 你知道 包含到我们刚才 什么体育馆啊 或者是大南消防分队的景色 还有它有一个社福馆 因为里面要做这个托额中心的这一些 那以大南消防局 在2021年5月呢 其实他们就进驻了 这个原先北景云计划里面的这一个 结果你现在发现到 这栋建筑物里面 地上都是水 你以为说消防分队 有水是很正常 不过告诉你 这是完全不正常的 他还在漏水 你没看到 因为不是消防队 他住的地方都要有水 他根本就是一个漏水 你知道吗 而且他的上百项的缺失 是来自于哪 后来针对这个整个建筑物 开始进行体检的时候 发现他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包括每一个房间 或什么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疏湿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你已经移交给消防局 已经让他进住了 才发现漏水 换句话说 你要交给消防局之前 你都要验收过的 最老的验收能过啊 如果漏水是唯一一项 我觉得他可能还可以解决 但是你知道 我们刚刚其实是讲说 这个什么上百项 这里面有什么房间的问题就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他整个的这个地层居然还下线 因为他那个消防分队前方 我们就讲 他下面垫的那个夯土 居然流失掉 那流失就表示一定有房 有房在这儿跑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漏太多 结果导致他整个地层下线 居然就这样子浪一坑你知道 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 在这个督导的缺失里面 居然发现到 这个消防队会跳电 他可能有跳电的危机 怎么问题这么多啊 消防队跳电多危险啊 你依旧那个横向通年 摳不进来 毫秒之间一条命就在那个地方 决定生死 所以你不能跟我讲说 我一定有什么紧急发电系统 我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状况 可是他就是一个新建的建筑物 那你当时我觉得民众 都会直接问一件事 你当初是验寿是怎么验寿的 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看到是 通通集中在桃园的大秘宝 那个跟新竹的那个棒球场大秘宝 最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一次挖下去 负责体检的是这两个人 一个是台大土木系的教授 前教授张善政市长 另外一位台大土木系的 名教授是李洪源 两个土木专家要挖大秘宝 他们看的那是法眼 什么细节都躲不过 这一次题节里面还包含了一个 就是平正文化公园的地下停车场 为什么要针对这个地方去进行这个勘查呢 因为其实他在2020年的时候 曾经发生的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在施工的时候 因此而造成这个崩塌 而且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崩塌的时候 造成一死两伤的这样一个事故 虽然后来他们经过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到说 有可能是他整个在施工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当天无风无雨 也没有什么地震或什么 他突然就整个这样摊下去了 所以是不是结构体这些是有问题的 那你知道吗 曾文站在去年 他要卸任的时候 还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停车场 就讲说 哇这个地方已经通通都完工了 但是这一次体检 尤其在李鸿源 他们这个体检之后 有发现到说 停车场的结构的计算是有点问题的 为什么 也就是我的沉重的部分 我如果没有达到 我原先设定的沉重这样 那我如果上面停了太多东西 太重的时候 会不会再产生一个坍塌的危机 这些呢 其实在初步的调查报告里面 都有突出出来 就是说整个的工程啊 在验收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出现问题啊 所有的大计划检查的对象 都是陶渊市府在郑文燦任内的 这八年公共工程体检小组 所以他们要体检的部分 要有非常多市府人员的配合 经手过的人 你得如实的配合 端出当时的包含公文 包含的细节 你才可以滔滔江水 看到最细节耶 其实我认为对于这些所谓的市府的这些公务员来讲 他们一定也认为说 我就是兢兢业业在做事情 所以如果外界有对他任何的质疑是不实的 我认为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些检查 或者是体检还他们清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居然有媒体就开始报道讲说 其实你郑文燦要特别注意了 为什么 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旧的所谓的桃园市府的这些官员 他们居然就开始去收集他们任内 有一些他们自己觉得有怪怪的地方的这些文件或什么 开始提供给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体检小组 那外界的说法是说 这是不是一种叫做投名状 告诉你讲说我要以示忠诚 但我反而更认为讲说 其实对于这些公务员来讲 他其实就在他的法规里面去做事 所以如果他奉公守法 我觉得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今天是因为有一些的状况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按照他的职务 去好好旅行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你愿意把真相给说出 这个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就回来看 其实对于郑文燦来讲 他一直觉得说外界在批评他 说什么 你是剪彩王 你动不动就开工 动不动就做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在作秀 他也说 我开工的重大工程会陆续完工 这个是前后任首长 都要一起共同承担完成的 这个所有的市政 其实老实讲不会一刀切 所以如果你当时发包现在在做 哪有可能一个新的市长进来就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全部给我拆掉 没有人会这样做 但问题是 为什么外界会有一个质疑呢 是因为觉得市府 是不是办太多这个剪彩活动 我举个例子 桃园有一个巷弄工程 只花了一个50万 但是你去剪彩花了30万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弄两条巷弄 但是我就讲 詹江春的说法 当然桃园市府有回应 他说这个金额的计算是错误的 并不是像议员时候指控的这样 可是我们就回来看 现在对于这些所谓体检的工程 我光讲第一个 刚刚那个都更设宅 可以把外墙盖好之后 再把它给敲掉 再跟大家讲说 我重新盖一个外墙 给它补进去 你觉得现在对很多人来讲 还是把这些工程全部体检过一遍 住的人才会住的安心嘛 好 韦翰来告诉我们 今天桃园的大秘宝 初来开挖拿铲子的人 不是别人啊 是张善政跟李鸿源 他们是谁 他们是国立台湾大学土木系的教授 在这样的一个土木专家 那个法眼看下去 任何细节逃不过 这个爆炸力有多大 张善政跟李鸿源 准备开挖桃园 他的北景云计划 现在目前初步 你看才几个月 两个多月而已 已经列出了226项的缺失 俊强哥226项的缺失 含在过去的8年当中 如果不是政党轮替 根本不会被发现 不会被纠举 也不会被改善 什么叫不会被改善 我去举个例子 就是你去打羽毛球 打到一半的时候 明明也没有怎么样天摇地动 其他地方都没事 天摇板就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就表示说 工程已经烂在那边了 但是没得当你不知道 那这对桃园市民来讲公平吗 桃园市民也一样缴税 一样希望安居乐业 可是我们的工程 我带孩子去公园 我带孩子去图书馆 我带孩子去打羽毛球 都有可能遇到危险 这能被接受吗 不行 对不对 老婆现在放这个画面 还上CNN 就建设 建设到国际去 好 那现在李鸿源 跟张灿两个是专家 他现在要做的是先 揪举错误 拿出列管226项 但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犯这个错 那他们两个能够把所有东西 挖出来我完全不怀疑 所以桃园市的公务员 我这样讲 不是喊话 我公开的跟大家说 因为市府的官员 都是同一批 你现在郑文燦以后 现在张三昌 像我以前跑台北市的时候 马英九 后来郝龙斌 柯文哲 都还是认识的人 二十几年没有变 你们就是事务官 你不要管政治 过去有哪里有究局 有错的东西 直接把资料交上去 每一个局处都有政风处 就去做处理 为什么 因为北京云计划 现在开始启动以后 检调 司法 监察院 都会调查 第一步就是监察院 后面如果真的有违法 都还要到司法检调 那监察院现在犯了一个大错 我相信监察院很快 会面对这个问题 约了张三昌跟市府团队 下个礼拜开始 要去做这些相关的这些纠据 我就问 北京云计划的名字是张三昌取的吗 不是 巴德的羽毛球馆 是张三昌盖的吗 不是 那既然都不是你现在要去 查得过去哪里有 我不是都不能问张三昌 你不能够行李如意的 骗大家不知道 陶渊有问题对不对 我就去找市长 那我就问市长 我哪里错了吗 错 你要先找 你要问当时的市长 对 发标的市长 发包 对不起 开标发包的市长 工程发包是谁 然后工程完成是谁 谁去动产 谁去完成检产 你那些市长你要去问 我不是说他一定有问题 你不能就问现在的市长 如果那是十年前的案子 十年前核定的人 他还在的话 这是监察院的 所以你看 连郑文燦都有听到我们的呼吁 郑文燦现在行政院副院长对不对 他都公开跟行政院副院讲说 我也愿意监察院如果要 我去说明再我愿意 但是监察院长 我现在约的就是张三昌 你去撞到 监察院当然要问 当时所有这些200多项缺失的 每一个局处的当时的局长 跟现在的局长还有承办人 才能够把事情水漏是出 才能够发挥监察院的功效 新内阁今天召开 上路之后的首次的行政院院会 六都的市长也都出席 从今天开始 观众朋友 我们要盯着陈建仁 旁边的郑文燦 看他怎么施展拳脚 小英口中的这个胖周瑜 果然是足智多谋 今天伟害要为我们来揭秘 九合一大选 原来他曾经使出了这么一招 一桃杀三世的美技 让林佳龙直接从2024出局 俊江哥还有观众朋友 最近好多人都在问说 院长是陈建仁 那地下院长是不是郑文燦 我告诉你就是 好不好 就是郑文燦 不用问了 就是 就是地下院长 我现在不是在窥他 我在称赞他 俊江哥观众朋友记不记得 当时当民进党 他有一年虽然选输之后 可是他有成局 他有好几个四个县市搜索 就在那个行政院的现场 有没有 四个人走出来 成局左六峰的画面 有没有 当时就有郑文燦 事隔多年再来一次 通通几乎换成国民党 你看 桃园是张善政 新北是侯友宜 台中是卢秀燕 台北是蒋万安 当然还有陈其邁跟黄伟哲 还是有郑文燦 对 院长呢 院长他开完行政院会 俊江哥注意看 这个男人太狠了 他上次走路有他 这次也有他 因为他是把这六个人 通通call来行政院会的人 是他call来的 多久没有看到 他这个六度的首长 回去参加行政院会 对不对 今天是陈建仁第一次开行政院会 结果六度首长通通都来 大家都有陈建仁名字 错 是郑文燦一个一个打电话 叫他们都来的 而且全部都来了 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这个画面 当所有开完院会之后 六个首长走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他就跟在六个首长旁边 结果侯友宜 本来是要跟卢秀燕讲话 你看 从旁边这样穿出来 跟博宜牵手拉讲话是谁 是郑文燦 然后张善政被后面丢包 张善政完全看不到以后 他的助理赶快往前推以后 张善政一个亮枪 赶快过来以后 郑文燦他在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帮这个郑民棚 有没有骂这个张善政 那时候是有竞争的对不对 你看那个手揉花油 把张善政手揉的来 把他拉到后油的身边 这就是郑文燦 俊江哥 所以郑文燦他就是一个 有人缘 修罗油 有资源 他要帮民进党打2024 国民党要特别小心他 原来今天的第一场院会 这么有戏 好 伟汉已经帮我们把 焦点中的焦点 站在C位的郑文燦 副院长Q出来了 他到底有多么的足智多谋呢 观众朋友 他叫胖周瑜 我讲这个他也不会生气 可是他胖不是因为他贪吃 是因为他的应酬多 他应酬多是因为他要听明末 他去当桃园市市长 他要两次连任国民党打赢他 他光是 这是行政院主场 他当副院长 他陪了六都的首长一起照相 那前几天 当陈建仁一上任以后 拜会立法院院长有沒有 当时大家派了半天以后 陈建仁在哪里 我们画面是特写 春框了 来 观众朋友 陈建仁在这里 但暂思一位的是 郑文燦怎么会这样呢 是 因为立法院从院长 然后副院长 还有下面其他的各处长 就这个画面 打拨现在Cue出来了 有没有 就是他 郑文燦不断的 还跟林志嘉宾首长 跟他握手 跟其他的委员握手 但是陈建仁他就不懂这个 而且他也不熟 所以当郑文燦 他当行政院的副院长 但是呢 却能够手握大权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不是只有職位的问题而已 俊亮哥 今年是选举年 讲过很多次了 明年投票但今年要大选 所有要选立委的人 他需不需要资源 要资源 他需不需要政策的 这一个所谓的政见 行政院配合说 我给大家讲 我争取叫什么 那谁是立法委员的对口 那当然是 郑文燦 是郑文燦 因为他是新潮流的主事者 大阿哥 所以郑文燦 他有行政院的资源 郑文燦 他有所谓政党派系 新潮流的资源 郑文燦 有直接咻一下电话打很远 打到去给小英的资源 所以郑文燦 他是有实力 有实质影响力的 行政院副院长 空前 而且可能绝后 我知道很多人在讲说 那你刚刚讲这么多 危害你是在撩民进党 是在见缝插针吗 郑文燦是实质的资源 那以后他会被 所谓的这个什么 仁燦配 曾建仁配郑文燦以后 不让那个赖清德 不会 因为他就已经告诉你了 吴子嘉董事长是讲说 警告赖清德要小心 不会 他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要帮赖清德 赖清德他现在赴院党 他是负责党的部分 党他做了什么事情 俊阳哥 他昨天一刀下去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当党主席 学伦麦出力 因为他这文章也有学伦 我处理黑金 你看这个邱莉莉 跟林志斩 两个一长副一长 我就直接当党主席 第一次开中职会 我就鉴请中平会 将他们停权 代表民进党跟黑金要 划清界限 好 民进党赖清德2024 没有悬念了 继续委号 带我们来看到 蓝营茶壶里的风暴 更有戏 我们看到这个人 相较于侯友宜 他现在欧甘地倒油 他一直没有表态 即死旁边的人 郭台铭 郭董动作可是越来越大 跟王金平要去拜关公 二月中旬还要跟柯P见面 我要好好跟我们解读一下 蓝营茶壶里的竞争跟风暴 看点在哪里 基本上 我相信此刻 在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我对国民党这一局的分析 因为民进党就是赖清德 侯友宜跟郭台铭 他们的私下关系是不错的 第一个先接近起来 不是说表面上 人牵手牵手 背后下毒手 不是 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俊相哥 也就是因为太不错了 我以为俊相哥 没有要吃那碗面 那我就叫俊文给我吃了 就被叫俊相哥坐下来 我把俊相哥坐下来说 我大哥要吃 那我还是往后退好了 就是这个关系 观众朋友我这样讲 你听懂了吗 郭台铭誤以为侯友宜不选 好不好 观众朋友 郭台铭在大概两个月前 誤以为侯友宜不选2024 所以就重重的出手 妙堂之相 朽目为官 有沒有 禽兽死路 所以他就出众手了 可是俊相哥 从他写的那篇文章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在骂政府 没有了 只有郭台铭安 大家安安 發红包 郭台铭安 郭台铭安 然後跟王金平院长说要去拜会 是 他还在起心动念 他已经起心动念 但是只要侯友宜最后要选 民调第一是他 我就讲一个 俊相哥 郭台铭现在干国民党员 也不是 他也不是 所以你要说什么 侯友宜跑去刀房 正当性当然也是侯友宜 绝对是郭台铭不是党籍的问题 更大 所以观众朋友很清楚 侯友宜他的做法 來 我們現在把他倒车回來 到2022年选市長之前 他光是要不要連任新北市市長 問了半年他有答案嗎 沒有答案 他不跟你講 壓到最後 其實這樣 我跟你講 我們好好做事 就是這樣而已 現在也一模一樣 也是一樣 我就告訴你 到大概今年2023年 大概7月左右的時候 他才會出來選總統 在這之前 你再問他3000次 他都會告訴你 好好做事 不會讓你覺得他要選 也不會讓你覺得他不要選 他在等杜鵑提名嗎 為什麼他在等 他等什麼 那你要講他有可能是 台版的德川家康 我就坐在那邊等 有的人用錢 你是封城秀吉 有的人用刀 你是支聯信長 我就什麼都不做 我就等 等到時機到了 不管郭台铭要不要選 不管朱瑞瑩想不想選 反正這一局就是侯友宜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贏賴清德 因為還有客戶問者 我明確在跟大家分析 但是國民黨很清楚 就是侯友宜選2024 而他的做法就是 什麼政治都不談 好花做事 你說他很瞎 就像哥 我再問你一次 他這次新美市長 被人家講他要落跑選總統之後 他贏了多少票 46萬 對 也就是說 今天他 你怎麼說他落跑 他照樣贏更多 贏 別碰你的眼鏡 對 所以台灣老百姓 現在他是不要 傳統的政治人物這樣說 選我 我願意一次 Yes I do 不要了 你要看傳統政治人物 來 我再Cue這個 趙少高跟康哥 我跟康哥也很熟 他的意思是說 侯友宜我們都覺得你要選 我也覺得 俊昌哥可能也覺得 趙少高也覺得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又不講 那你幹嘛 你等黃袍加深嗎 他覺得氣勢會脫下去 很多人都是這個看法 但我的看法是 我不介入政治 但我分析政治 侯友宜他的套路就是不跟你講 也不著急 他光是新北市長 要不要連任他都不著急 你剛剛提到一個時間點 七月 最晚七月 他會等到七月再表態 七月之前 他等著哪一些事情發生呢 這件事情不管是朱立... 第一個我先跟大家講 三月四號 南投馬上要補選 對 立委補選 而且看起來立委補選 林明珍應該會贏蔡培會 所以贏了以後 大家就會開始問國民黨說 你要怎麼做 國民黨就會開始列出SOP 我們可能要徵詢 我們要做民調 然後從四月開始 四五六 三個月整個糾結 這個張亞中說 我報名我要選舉 我希望有辯論 另外一邊又講怎麼樣 弄到最後 他問主席朱立倫有沒有要選 結果還有郭台銘的黨籍問題 等等等等 但是只要這三個月一直到七月之前 他的民調一直都是第一 來 俊大哥我就問你了 我們直接講答案 張善政剛剛走出來 他是不是市長 桃園市長 當選對不對 對 他有民調嗎 他有初選嗎 蔣萬安他有初選嗎 直接徵召 來 我到畫面回來看 來 蔣萬安 國民黨有初選 徵召 那侯友宜呢 徵召 盧秀燕呢 張善政呢 王洪輝呢 徵召 所以民調最高者徵召 而且全部都當選 這就是國民黨的勝選方程式 侯友宜繼續等 等到七月 他會是國民黨2024的總統參選人 今天們今天好熱鬧 賴 郭 柯 齊聚金門 贏成環 果然每個都藏在細節裡 郭台銘親自把和平宣言 交給賴清德 請他享讀 如果不談判不溝通 兩岸永遠沒有和平 賴清德呢 他自詩是和平使者 他說出了最想跟習近平共進晚餐 話出口網路炸鍋了 哇 要選總統了 什麼話都能說出口 網友就說 想靠雙標換選票 當心業力引爆 我們今天網站就先來看 民進黨政府一面打炸 一面IMB 鄭文燦這下真的告了 告下去誰該緊張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今天正式把刑事告訴狀 秀了出來 今天上午委託郭律師 針對國民黨七個市議員 包括林濤 林嘉欣 林國春林金傑 等七位議員正式提告 正式提告 雙方開戰完之後 林濤到這個地方的話 既然你要引送指數 他就把這個來龍去脈 通通都說清楚 好 我們來跟各位說 林濤他說了什麼 我們把這個當中 分成幾個區塊 各位還記得郭哲敏事件 郭哲敏事件 真的是讓台灣的刑事界 警察界繞了一個大大的 丟了一個大大的臉 曉明 88會館有多少高階警官 捲在裡面 沒有錯 而且想不到這當中 又出現了一個案外案 發生什麼事 88會館跟郭哲敏 這個我們就不談了 他們居然在整個巴德 一起炒一塊農地 那這塊農地先說 就在整個有一個站 叫G101 這一塊地想不到 俊相個神了 G101這塊站 居然離整個郭哲敏的土地 還更接近 據傳讓整個郭哲敏的詐騙集團 在整個土地上面的話 多獲利數十億 好 這個區塊完了之後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區塊 另外一個區塊就是關於 所謂的到澳門凱旋門出入喝花酒 還有任內發生所謂的 青浦在事件的詐騙事件 那個時候人還被關起來 但沒有想到 後面還有所謂的 曾國偉跟IMB事件 因為為什麼 他們所有的集團 通通都在桃園 而且就在鄭文燦市長任內 所以今天88會館的這個 背後的操盤者郭哲敏在桃園 鄭文燦擔任市長 規劃桃園捷運 有沒有因人改變了桃園捷運 不然怎麼可以讓他的 這個所謂的地價房價 水漲船高其一 第二 當然又回到了IBM 再來 青浦在的事件 每一個事件 通通指向當時的桃園市長鄭文燦 鄭文燦現在是副院長了 人家都這麼說你 你要不要出來解釋 對 所以目前林濤 他今天記者會反擊 他就說你就算不是共謀 你也可能會是被騙 你市長被騙 尊嚴何在 但我們再仔細來看另外一件事情 這次綠的一個雙標換選票 想不到這件事情 有點越騷越烈 我們先來看 行政院的院長陳建仁 目前針對所謂的IBM的 吸睛案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記者趕快衝上去 就去對院長做詢問 包括了祖賢 曾國偉等等 這個話題 結果院長他就快速的微笑 然後快步通過都不回應 這是什麼意思 一笑天下無難是嗎 有這麼難回答嗎 有這麼難回應嗎 今天政府一面說打炸 成立1.0不夠又1.500 國家隊這麼多 再來一面又捲入了IMB的風暴 這不就是我們說的雙標 一面打炸 越打越炸 解釋一下有這麼難嗎 但重點是在於 這件事情後面更大的一個諷刺 是在於陳建仁院長才剛宣布 院籍打炸 行政院籍的一個打炸 辦公室即將要在31日揭牌運作 明天就要掛牌了 重點是還重金宣布投入了 13億金貝來打炸 但這個打炸到現在 有可能毫無作用 發生什麼事 近兩天最新的流行 就是揮答的董事長黃仁勳 新的趙元南 全台灣流行對不對 想不到詐騙集團也跟上了 整個時事主流 瞬間居然連整個黃仁勳董事長 都出來跟你說 他要報你股票等等的 顯卡教父 還被整個詐騙集團來冒名 所以現在台灣的詐騙集團 真是囂張 所以今天真的不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質疑政府打炸的效能 當然明天掛牌 我希望你有效果 可是怎麼這麼打臉 打得這麼想 他才宣布說 我們明天要掛牌的同一個時間 黃仁勳AI教父 才來台灣短短幾天 幾年才來一次 立刻就被詐騙集團給用上了 越打越炸 那國家定位兩岸的關係跟政策 也能搞雙標嗎 來看賴清德 他跟台大政治系直球對決 說出這樣的話 網友說要選總統 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台獨今生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希望跟習近平共進晚餐 賴清德副總統最近在IG上 特別分享跟學生的快問快答 想不到他的快問快答 快到連台大的學生臉 突然間都三條線了 他說最想跟誰來共進晚餐 賴清德他秒回 就是習近平 但是我們這時候回頭一看 2015年的時候 各位還記得那個馬錫慧嗎 在馬錫慧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賴清德 那時候他在當台南市的市長 他就說這個是違反民主 愧對台灣的一個人民 好 我們不要講到2015年 所以馬錫慧 你就在罵馬英九 你怎麼可以跑到新加坡 去跟習近平見這一面 對不對 完全不兩立 不接觸 不談判的 他當時是這麼說 結果現在要選總統 你反而要跟習近平去共進晚餐 好 那我們不要說講那麼久 我們講今年 今年其實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到整個中國大陸去記住 那個時候賴清德已經當副總統了 那時候在賴清德當副總統的時候 在台中被整個記者說 來訪問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微笑通過 他也沒有停留 也沒有做任何的發言 這什麼意思 他要選總統了 他已經要選總統了 他覺得還能罵 罵下去票都罵完了 所以你看了沒有 從剛剛的陳建仁到現在的賴清德 一笑天下無難事 所有你不想回答的 我就微笑 但是對於賴清德來說的話 其實賴清德還有一個軟肋之所在 就是目前其實包括了台灣 包括了目前的中國大陸 雙方的其實武力的對峙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們來看賴清德 賴清德在跟現場學生座談的時候 他特別說了什麼 他說對 其實我們都是和平主義者 我們都愛好和平 想不到這時候有人坐不住了 前立委郭正亮他就先出來說 就說 各位 馬英九執政八年 跟中國簽了23項的一個協議 那時候全世界有很多的公司 都要到台灣來做佈局 但蔡英文執政七年 調了九個邦交國 被外媒說全世界最危險 台積電灰能紛紛出走 請各位 這句話是經濟學人說的 那麼賴清德綠營執政 對於兩岸的認知理解論述 才是真正的根源所在 所以你看到這七年來 國防預算年年都創新高 兵凶戰危不只還島 還給你還了兩次 你跟我講你是和平的擁護者 你是愛好和平主義者 而且這時候 台大教授左振東也忍不住了 我們來看 賴清德他稱民進黨執政 不會有戰爭 但是台大政治系的一個教授 左振東就說 這簡直是掩耳盜鈴 那我們問各位 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如果說不會有戰爭 那台灣為什麼要去買 所謂的火山布雷車 為什麼又要去延長兵役 究竟是為了什麼 所以就如同網友所說的 今天我們網友說的 雙標換選票會不會業力大爆炸 萬澤怎麼看賴清德的雙標 賴清德說想跟習近平吃飯 不知道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所有挺台派的人 會不會想要噴飯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套標準 今天如果是侯友宜或是柯文哲 說要跟習近平吃飯 大家可以想像結果會怎麼樣 馬上這個網軍出征寸草不生 其實我們看到 光看一張圖就可以知道了 上個禮拜其實侯友宜有去找了 馬英九總統 兩個人還拍了一張照片 而這張照片裡面 其實還特別寫說要肯定 馬英九總統的這個和平之旅 這張照片可以 結果後來民進黨怎麼說 民進黨說 你沒有提到九二共識 你東閃西閃在騙選票 抱歉 那現在賴清德想要跟習近平吃飯 這是在騙選票還是在騙飯票呢 所以這整個賴清德可以來說 雙標一個情況 再來提到說賴清德 因為他想要爭取年輕選票 因為我們知道 年輕人不想戰爭 所以賴清德說想跟習近平吃飯 結果他跑去 叫爭取年輕選票到了台大去 結果現在犯了什麼錯誤 賴清德拿到了這個推特上 明明到了台大 但卻放的是政大的圖片 明明穿了灰色西裝 現在卻穿 照片上卻是藍色西裝 完全文不對題 結果被人家發現之後 賴清德也沒有道歉 他只是悄悄的把推特上的照片 給換了下來 想說船過水無痕 這樣就沒事了 這樣是一個做政治人物 該有的態度嗎 我們就舉個例子來對比一下 這個前幾天也發生一個案件 就在基隆的這個海大附中 海大附中的畢業紀念社被發現 上面有個五星期的一個照片 結果當下學校立刻跳出來反映說 該改進就改進 包括了基隆市長謝國良 也站出來說該道歉就道歉 希望在這個兩岸敏感的時刻 不要把問題擴大 所以他們沒有默默的回收 讓新聞畫到最小 他們就永遠勇敢的站出來 該道歉就道歉 那我就說 一樣 你物質照片 賴清德小編也許太忙了 忙中有錯 你就寫一個聲明說 我們因為太忙 我們沒有看清楚 不就沒事了 都沒有 悄悄的就把它換掉了 對 這個應該不是一個負責任政治人物 該有的做事太多 我相信這也不是賴清德的本意 但是你整個競選團隊 目前看起來就不在狀況內 所以我就在想說 到底現在腦袋裡在煩什麼 在猶豫什麼 在籌籌什麼 會不會是賴清德現在真正傷腦筋的 反而是他的徵招刺客投入 監困選區引爆民進黨內的 兩個太陽的矛盾爭議 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賴清德最想跟習近平吃晚餐 其實我覺得我建議賴清德 其實最想吃晚餐 應該是馬上跟蔡英文去吃個晚餐才對 因為現在整個民進黨 在雙北的立委提名 可以說是一團混亂 現在又傳出說 你要提苗伯雅 文山區的友誼參選人就不送了 包括像簡蘇培跟王敏生 在地方上的一個廟會 遇到了蔡總統 結果跟蔡總統私下講說 怎麼會這樣提 這樣提不好 你這樣子根本沒有把我們在地方上 經營的放在眼裡 所以這些經營這麼久的市議員 沒有獲得了賴清德關愛的眼神 他們不爽在心裡 他們到底有沒有去跟賴清德 來爭取來溝通 如果沒有 直接找上前主席 這些事情就很有的討論了 是啊 這件事整個就很妙 蔡英文其實沒有多講什麼 她只點頭說對對對 可見 賴清德這樣的提名在黨內 就是一個沒有共識的討論 你沒有溝通 你拿去跟蔡英文打 你拿去告慾狀 對 那我現在總結 其實民進黨現在有三個問題 就是整個賴清德在提名上面 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 地方上不是沒有人 你說文山區 有減蘇培 有王敏生 一個新潮流 一個蘇系的 怎麼會地方上沒有人呢 其實表現得也還不錯 在綠營的心中 再來萬華區 中正萬華區 你現在要雞排妹區空降下去 變成蒙甲雞排 也不是不行 但地方上明明有吳佩儀 吳佩儀跟林昌佐其實也是 某方面的已經銜接好了 甚至連服務處都已經共用了 結果你現在要雞排妹區空降 當然會引起地方上來不滿 再來談到說 為什麼現在變成說 地方派系在拉扯 結果有人提到說 其實現在民進黨要選立委 你不只要討好賴 也要討好蔡 你兩邊都要 不然有個結局就像什麼一樣 就像上次王世堅跟何志偉 這一戰有沒有 大家印象有沒有深刻 何志偉公開就表態說 他要挺賴清德 結果還是一樣被玩到死 而且被整得很慘 結果最後出來之後 還是王世堅出來了 但是明明在隔壁選區 中山 北 松山沒有人選 為什麼王世堅不是選那一區 擺明就是針對你賴清德而來 總結一句話 所以說賴清德現在面臨到 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回過頭來看 從台大到現在這個選區的問題 就是賴清德現在不是民進黨的共主 他都已經是要選2024總統的人選了 他還不是共主 那他算什麼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總結這樣一脈一脈看下來 賴清德不但不是民進黨的共主 他還最應該跟這個蔡英文吃晚餐 你才能擺平整個雙北地區 一個立委的嫌隙 如果你這個擺不平 你接下來總統該怎麼選 民進黨內兩個太陽的矛盾浮上台面了 賴清德爭召刺客投入了艱困選區 意外引爆了蔡賴兩個太陽之爭 賴清德他要整合大販率 爭召人選去引爆了黨內的大反彈 我們就看到了包含了新系蘇系的 兩個台北市議員 居然跳過了現任黨主席賴清德 跑去跟蔡英文告慾狀 背後這個要怎麼來解讀 那賴清德人呢 他今天來到了金門 跟柯郭三個人在金門迎黃成 賴郭同框 這戰爭與和平兩個人過招的現場 哇 魔鬼都藏在細節裡啊 好 選舉再走 報新聞要有 賴清德信賴 但君長哥 黨內不信賴 因為賴清德信賴台灣 但是你提命的人都沒有 沒有人信賴啊 李正浩 或者是簡蘇培 王米森 他們都不信賴 所以現在他們沒有說 完全聽賴清德的喔 現場李正浩 因為這兩天我們都在講了 正浩基本上他的提名 讓民進黨裡面的年輕的國會助理 有點反彈 他們講說為什麼要找他呢 我們民進黨裡面是沒有人嗎 那現在狀況是這樣 紛紛擾擾李正浩自己去處理 可是呢 現在在永和地區的 這一個主任叫做莊明淵 他一開始是說什麼 他說我辭去主任 再後來是說什麼 如果你加入民進黨的話呢 那我就考慮支持你 現在看到正義這麼大 他講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報備參選 那他一報備參選 一個拉來 就算沒有當選 吵啊 民進黨的票拿走就沒有 勇和林德甫已經夠強了 再加上分票 就已經了解 就等於就是李正浩就很難當選了 他在這裡立場已經死掉了 十六年 他這邊蹲點 蹲了十六年 結果你現在空襲騎兵 那現在我蹲了十六年 我準備要跳起 我蹲下去 但是我叫莊明淵 我不信賴 所以呢 主席沒有看到我 那我怎麼辦 我吞不下這口氣 現在莊明淵如果真的報備參選的話 那你說勇和這個 林德甫已經二十幾年了 那你要怎麼打敗林德甫 那就會是個問號 那從新北再看到台北 來 觀眾朋友 減蘇培到底選不選大安區 我們今天現場還有大安區 立委參選人 那王明珊到底要不要選文三 說半天看都沒有 民進黨到底要不要提 可是呢 就在你講到來 我先跨局過來 中正萬華有沒有 吳佩毅 雞排妹 鄭家純的新聞出來之後 大家想說 怎麼都是空襄 怎麼都是主席跟潘孟安 紅色鋼鐵人林工襄的像 所以呢 這種狀況之下 不一人都兵就好了 新北也有意見嘛 減蘇培跟王明珊 趁著蔡英文總統 不要忘記啊 總統還叫蔡英文啊 對不對 總統來了 順文記記記記 怎麼沒有想到我們 為什麼要 因為現在傳出 觀眾朋友還沒有定案 但是呢 中正萬華是不是 雞排妹鄭家純 這個大安區 是不是要找這個苗柏雅 苗柏雅不是民進黨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都要找外面的人 當然不是說阿苗不好 而是說我減蘇培不強嗎 我的質詢柯文哲 我是最有活力的 所以呢他們就直接告慾狀 跟蔡總統講說 表達強烈的意願 那這個意願 你跟蔡總統表達等等 主席是誰 賴清德 你不要跟主席說 所以你兵不了 你是兵賴清德在哪裡 所以群像哥你要去知道喔 所以是他們跟賴清德 沒有溝通管道 還是溝通不了 反正賴清德 我就是半天 因為他本來就是這樣嘛 騎招待下來 他也要 不是要怎麼辦 這個男人太狠了嘛 他可能講不動啊 他就是要這樣啊 連這個中和的吳蓁都有意見對不對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一個 兩個 三個 吳佩儀也是 當時吳佩儀在中正化去的時候 其實他是非常挺陳時中的 陳時中在選舉的時候 吳佩儀跑去跟他做貓狀有沒有 現在他也跳出來了 雖然我阿張沒選就台北市長 台北市長是我在選的 我講話也是有份量的 我力挺吳佩儀 希望吳佩儀最後能夠選中正化 欸 那你這樣子金牌面要再去哪裡 說要再去這個彰化 現在又有這個吳英寧 所以跑來跑去 難道真的要去金門嗎 於是民進黨內 過去這半年 蔡總統其實都沒講什麼話 反正黨主席給你做嘛 對不對 總統參選也是你嘛 你還是先任副總統嘛 都給你 不過你看幾半半 到處都有意見的孫 當狀情高到蔡總統身上來的時候 他忽然發現說 欸 總統還是蔡英文耶 民進黨內現在有兩個頭 兩個太陽 兩個太陽的爭議 我們先一開始給大家看到 哇 各個選區到處點火 這個是徵召人選有意見 連核能的政策也是兩顆太陽 前面講的是人 後面再跟大家講 是 有沒有 你今天蔡總統他沒有要用核電 他一直要把非核家園205推到那邊 所以才開始發展綠能光電 太陽能板還有這些風力發電等等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 欸 看不懂啊 童子行為什麼在先前講 重啟核一核二這個議題呢 那你講這個議題你是誰 你是民進黨智庫的副董市場 那黨中現在是沒人嗎 都沒在管嗎 你要拋出這個重大議題 因為反核跟台獨是民進黨 兩張深組牌 那你反核是深組牌 你還講說要啟用核電 那就按望說好不好 希望有一天 對不對 民進黨最喜歡講 希望有一天 就是2025啊 欸 剩兩年就要完全退出核能了 你突然講說要衝擊核一核二 你是在說什麼 講完之後 賴清德還接力講說對不對 我們要緊急使用 所以就發現說 不是是人事提名之爭 連路線都之爭 來畫個閃電 啪 兩個太陽 難道蔡英文跟賴清德 已經在各項的人跟事方面 都已經漸行漸員嗎 好 我們看到賴清德 還有一個麻煩 最近真的是水逆嗎 他居然講到了國家電位 講到了快文快答 就問他說你想跟誰吃飯 他居然說出了這三個字 習近平 台獨金 歡迎光致的威 我來跟大家報告 選舉是這樣 缺什麼就補什麼 還有第二句 哪裡痛就打哪裡 那他跟大家講 我知道我哪裡補 我知道大家都看我賴清德選舉 以後是不是兩人要打仗 沒關係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跟習近平坐下來吃晚上 我們對不對 兩人就能談了 那第二個 雖然我快問快答 可是這個有沒有誰哏 我都不知道 那你最喜歡吃的台灣小吃是什麼 我記得了 前兩天有人講淡水阿吉 我最喜歡 阿家 發音有沒有 所以他在湊侯友營 對不對 所以就哪裡缺什麼 就補什麼 我要跟習近平吃飯 那你哪裡通過打哪裡 他就故意講淡水阿吉 他怎麼沒有介紹台南的美食 我也覺得奇怪 不理公子也萬里 這是賴清德再湊侯友宜 好 賴清德 再來看到就是說 去了政大 去了台大 你叫PO文 PO文居然 這兩所頂大 你要拿年輕選票 還是你在到處點火 臭忍者仁恩臭之 你會臭我 對不對 侯友宜 我侯友宜子弟病 岳元智不會同你 我不知道岳元智是怎麼回事 他還蠻厲害的 細節磨人 這個是幹嘛 他說這個賴清德 來觀眾朋友聽我講 賴清德他去了兩場 政大跟台大的學生會 對不對 他說賴清德PO了個文 寫英文有沒有 很高興我受邀請 那你說你非常高興 台大邀請你去 你跟政大照片去衝啥 他有抓到了 他還知道這個是政大 跟台大場地不一樣 而且這個是室內的一個階梯 教室他居然看得出來 其實我看得出來 有兩個場地我都知道 所以呢你被抓到 你要湊人家阿給對不對 人家湊你場地跟照片 還有場景都給我亂放 所以呢這就是現在 目前在網路上的這些工房 但不管怎麼樣今天 可以看得出來 三巨頭都跑去金門 賴清德還有郭台銘 好久不見 以及呢這個柯文哲都去了 那大家都想要看到 柯文哲跟這個郭台銘 兩個是不是真的會見面 真的見面 但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是賴清德 柯文哲跟賴清德 還有郭台銘今天都在金門 我跟大家報告齁 看到網路上在講齁 這個郭台銘他沒有買到班機 他開自己的飛機 因為現在在維修 在日本的時候 他還不是開自己飛 我要去 所以呢他希望能夠跟賴清德 甚至是跟柯文哲同台的意志 非常的堅強 拿到去了金門 還把阿仙傑去金門的時候 和平宣言有沒有 也就交給賴清德 就講到凡這些人要選總統 希望等下能夠和平 但是大家關注的是說 當國民黨確定沒有徵召 郭台銘之後 他已經撐錢這兩個禮拜 那這兩個禮拜過去以後 他跟誰握手在金門 是跟柯文哲 所以呢這張照片 觀眾朋友後續還會發笑 到底郭台銘跟柯文哲 有沒有可能合作 就又留下了很多的想像 好 從兩個太陽之爭 本尊還沒有好好出來講 結果賴清德就跑到了金門去 學員來跟我們解讀一下 怎麼樣來去看金門 這三王同台的互動 我們先講第一件事情 我在這邊已經一再強調了 時間不在侯友宜這邊 你最好趕快請假 你知道今天很多網友罵說 你郭台銘不是要回我國民黨嗎 怎麼不跟我國民黨人握手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最妙的地方是 當天如果不是就今天 今天郭台銘要跟國民黨握手 沒有人耶 就隔壁一個陳玉珍而已 連金門縣長現在都不是國民黨 現場只有賴清德 只有柯文哲是總統候選人 沒有侯友宜 他要握侯友宜手也握不到 這個時間整個國民黨上上下下 不是最想重新聯繫上的就是郭台銘嗎 所以我們這邊要說 侯友宜要重新思考你幕僚的戰術 你如果要跟郭台銘彌合 郭台銘在哪你就去哪 你知道他今天會去迎城隍耶 我都知道啊 他還坐自己的私人飛機 飛過去了 表示買不到票也擋不住他 那為什麼侯友宜沒有去 我當然知道他的幕僚會跟你講說 因為好好的事情 我市政沒有辦法荒廢 那你要不要選總統啊 這是第一個 我最後再補充一件事情 不選的果然最大 郭台銘今天這一次的表現 他還把兩岸和平說明這個聲明 拿給賴清德耶 賴清德還跟他講說你這段時間辛苦 大家互吃豆腐的時候 他還跟賴清德說等一下你等我 等我講完你再走 是他的意思說你要聽我講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舞台少了一個總統候選人 真是太可惜了 志強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現在可能比較開心是柯文哲 因為看國民黨在亂嘛 但民進黨也在亂 剛剛其實我覺得學生講得很好 真的時間不站在侯友宜這邊啦 那目前侯友宜整個情勢最大的關鍵 就是郭台銘的這個解你要解 但也沒那麼容易解 為什麼因為郭台銘看起來現在對於 國民黨的整個程序還在不滿當中嘛 但是至少郭台銘沒有擺臉色給侯友宜看 所以中間也不是不能解 但是倒是民進黨現在也是在亂啦 我舉個例子 民進黨現在那個所謂的到處去想要去搶年金票 空降徵招 叫減到藍裡都勢態 然後他黨月亮比較圓啦 我就從我的選區開始講大安區 大家可能不知道全台灣民進黨參選最熱鬧的區在哪裡 就是大安區 大安區綠的有五個要參選 范雲 謝沛芬 簡蘇培 然後苗博雅再加一個王婉瑜 其中三個是民進黨 而且我必須坦白講 我自己在大安區我的評估 這些都是強棒 那簡蘇培王敏申跟 簡蘇培跟范雲跟謝沛芬 都是耕耘很久了 那問題來了 你在大安區你民進黨又不是沒有強棒 在沒有強棒的情況之下 我也不是說苗博雅弱 可是大安區明明有強棒 也不是沒有人要出來選 那你突然跟我講說你要去找苗博雅 那我看了耕耘四年的這三個人 我也不得不為他們心酸 所以這三個人心裡會有圈圈叉叉 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吳佩義也是一樣的道理 吳佩義哪一點輸給雞排妹我也看不出來 可是你如果到最後你就是看 只要是他黨的月亮就比較圓的話 那當然造成你本黨的人就心裡有情節 可是我還是要跟賴清德講一句話 不是說你今天找年輕的人出來就有票了 過去這些年輕人在網路上 也未必是年輕人支持 常常是反指標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看的是 你有沒有所謂的抗權威的勇氣 而這些所謂的民進黨現在想要徵召 這些年輕人點名的人 BNT也好 高端也好 所有都是護航派 這種護航派其實在網路上 是非常不受歡迎的 董哥 董哥 金門人 今天的眾王同框 獨缺侯友誼你怎麼看 不過金門的票還是會給侯友誼 是嗎 我老實講 因為今天是陳皇爺生日 那金門縣長陳虎海 陳虎海現在台灣民眾黨 一直講他是民眾黨 他其實是用五黨籍參選 他用民眾黨的名義下去參選 他就漏選了 因為民眾黨在金門也有提名議員 拿了一千一百六十五十七票 一千一百五十七票漏選了 民眾黨的票就這麼多 那今天去因為這個場合 郭台銘會去 郭台銘是陳毅貞立庭 那金門的立委是陳毅貞 所以大家就把焦點放在這裡 那變成郭台銘就可以左右逢言 柯文哲也要巴著他 柯文哲郭忌怎麼罵郭台銘 說郭台銘喔 財大氣出啦 一個財團竟然這麼囂張 這是柯文哲郭忌罵他的 他現在擁抱財團 那你今天看到了 其實最可憐的是賴清德 賴清德在金門真的不會有什麼票 但是他必須氣一下 表示我很重視兩岸的和平 因為金門是一個代表和平的地方嘛 那我們看郭台銘氣了好幾次 都說和平怎麼樣 金門有和平中是馬洋酒蓋的 金門呢是金馬台銘裡面最希望和平的 因為只有金門唯一打夠三次仗的 是不是把台銘金馬給保護下來 那這個是誰的功勞 這蔣介石時代啊 你要怎麼講 那我們今天其實可以看到 當然台灣選舉 金門的票本身也不多啦 我們是一個小地方 但是他有他的一個意義在裡面 那陳黃炎 陳黃炎是幹嘛的 判官啊 判官 是喔 誰做好事誰做壞事 對 你知道周天金門最大的新聞是什麼嗎 是什麼 是縣長陳如海不能再選下一屆 為什麼 因為他會選啊 柯文哲你握著就是一個會選者的手 你知道嗎 你每天講你青年 講你都了不起說警察局在貪辱 我就去警察局上班 結果你上完班以後警察局貪了更厲害 中山分級都抓光光了 所以你不要聽柯文哲在唬爛 喬玉怎麼看 賴清德這件事 剛剛董哥講說金門好 賴再怎麼去也不會有票 那你賴那你猴還不去 金門你有票你猴還不去 那我覺得說郭台銘今天去 當然主要的意味啦 就證明說他其實心還在養啦 撒卡都對不對 撒卡都不是你猴友宜喔 是我郭台銘喔 郭台銘賴清德 柯文哲三個總統級的候選人同台 我覺得這種侯友宜要緊張了 那侯友宜當然我覺得朱學生講的對啦 包括就是說你明明知道說這個飛機都去了 郭台銘也去了 你就是不去 而且呢三個總統候選人都到了 全世界都知道 那你就是不去 這是第一個啦 那第二個我認為說 今天陳玉珍還有一個目的 是希望郭柯 他不是要郭賴同台 他是要郭柯同台 不只要同台還要搭配 所以而且大家都在講說 柯文哲只有講到說九月前 他一定會參選 他不選的機率是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 那九月以後呢 九月以後 是不是還有郭柯配的機會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耐人許味的 第二個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個信賴的這個危機的部分 我覺得說只有一個李正浩不會有事 你單獨一個雞排妹也不會有事 可是現在是連三燒 你是連李正浩然後雞排妹 然後一路燒到苗波亞 那被人家發現說 第一個你外來的和尚還沒有念經 沒有念經就開始出事了 所以代表說你這些刺客 刺客本身 本身是有問題的 那難道你雞排妹 雞排妹如果真的提名他的話 你不是要only you 然後就可能要唱到年底了 好 那再來就是說 確實你這個年輕在地的會反彈 就覺得說 那我在地耕耘沒有用啊 你就乾脆 那大家都來當網紅好了 網紅有知名度啊 那你就來找我選 那我在地耕耘也沒用嘛 所以當然就是說 你對於這個在地的議員來講 不管是中正萬華或是大安區 大家會切心 明明我有戰力強的 選我選我選我 你不選我 你去找一個有爭議的 而且又不是這個民進黨自己培養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確實會燒到賴清的這個信賴危機 最後我做結論啊 我覺得第一個李政浩是 就是說李政浩民進黨還是會跟他合作 但是就端看於李政浩自己要不要退 雞排妹恐怕不一定會被徵召 苗波亞在明天之前都還有變數 接著今天晚上我們要看到這一把烈火燒出了 鄭文燦桃園五星級施政的大祕寶 這是位在盧竹的美孚倉庫 去年三月的這把火可能你還有一點點印象 當時在肉品油脂的助燃之下 根本滅不了 居民忍受惡臭足足超過40天 沒想到去年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給他開發600萬 後來發現居然因為證據不足 法條引用錯誤通通撤銷 一毛錢不用罰 重點是市政府去年就知道這件事 跟點點無聲無息 藍綠其轟 鄭文燦原來你開發 都是從頭到尾一場騙局 目前桃園市的藍綠預言 可以說是暴跳如雷 為什麼呢 原來去年的一場大火到了今年 現在有可能會變成騙局一場 簡單的來說 去年三月桃園美孚倉庫大火 美孚各位都知道 是國內整個牛肉的一個龍頭 所以當時他特別蓋了一個 所謂的密閉室的一個倉庫 為什麼要蓋密閉室呢 因為裡面的冷凍路線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保溫 但沒有想到一場大火燒出了一個大窟窿 這場大窟窿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這場大火呢 第一個他先悶燒四天 悶燒四天完之後呢 裡面供不進去啊 他那個包括了電壓 包括了油脂持續在悶燒 各位你都曉得 那個悶燒的味道就是特別的重 所以當時包括了桃園 龜山 爐竹 整整四十天的時間 好多人每天起來 怎麼天都這麼黑 不是天氣不好 是因為上面全部都是張空氣 後來桃園市的環保局 發現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開出兩張罰單 第一張罰單的話是一百萬元 第二張的罰單是五百萬元 總共兩張是六百萬 結果這六百萬呢到今年 包括了藍營議員 倒著整個所謂的市議會一查 好笑了 俊向哥 兩張罰環全部都被整個撤銷掉了 而且呢業者呢想不到呢 整個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每戶呢發給兩盒口罩 發給一袋的塑膠袋 就要把他們打發走了 我聞了四十天的臭味 結果你現在兩盒口罩要把我打發走 一袋的塑膠袋把我打發走 我回頭來問 那段時間桃園真的好像 這種大夥有沒有 接二連三讓人說 是不是換路怎麼會這樣 沒有錯 我們現在一折一折來談 就在去年的3月10號到3月14號 短短五天當中 先跟各位說 什麼光怪離奇的事情都在發生 美國大夥剛好跟各位談嘛 那美國大夥恐怖的地方是在於 因為它是密閉式的 單單整個所謂的環保局 班單省的消防隊勾不進去 所以那時候特別還去高雄 借了一台32公尺的大鋼牙 沿路像是一吋一吋的敲 把它外面敲開 整個火冒出來之後 後面整個消防隊才進去攻 才有辦法把它攻下來 這個是高雄美孚 這個是在桃園美孚 我們再來看永光化學的一個起火 永光化學的一個起火 其實也還滿奇怪的 永光化學的起火 當天可能是在廠房當中 沒有控制的太好 可是永光化學麻煩是在於 它所做的是跟台積電相關的 它所做的是跟油漆相關的 很多都是揮發性的 當天火也大到不得了 想不到人家說福無雙至 貨不擔心 加勒服也燒 而且加勒服那天燒的那天 特別奇怪 燒的那天是在大白天 據傳在整個國道一號 跟國道二號 國道一號跟國道三號 大家是身手不見五指說 怎麼會燒成這不得性 這個是整個加勒服的一個火燒 想不到後面還發生什麼事呢 星桃電廠 星桃電廠那場火燒 可是讓台灣的一個所謂的發電 產生了非常大的一個負荷 為什麼呢 三億的基礎也一口氣燒掉 可是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連續短短五天當中 市場大火對不對 鄭文燦在幹嘛呢 各位還記得大阿哥這三個字吧 那個時候鄭文燦 正在到處爬爬罩 三度跟蔡總統同框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據傳還有所謂的 新潮流的一個黨內內戰 那時候還沒有確定 總統的一個候選人是誰 所以對於整個鄭文燦 當時的一個行為跟後面 其實很多的桃園的議員 都非常的不開心 都非常的不高興 但事情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大家往內一看 我們為什麼會說 這次桃園的一個美孚大火 會燒出所謂的大祕寶來呢 原來後面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們先來看 對於整個鄭文燦來說的話 他就希望他的市政能夠做好 所以那時候他特別推出了一個 很特殊的名詞叫什麼呢 叫做浪漫台三線 那這個台三線沿路走 就從桃園一直往下走走的都是客家村對不對 結果這個浪漫台三線呢 目前來看呢 不叫浪漫 變成了所謂的浪費台三線了 為什麼呢 總共五大工程 而這五大工程呢 目前根據週刊的一個報導 每一則裡面呢 都有貓膩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看喔 第一個 目前呢 浪漫台三線主走的叫做客家風情嘛 所以總共呢 蓋了所謂的十六億客家的前瞻五管喔 結果這個前瞻五管呢跟各位談誇張了 包括了什麼1895的椅衛寶台紀念公園啊 桃園北區的客家會館啊 包括了倫平的一個地景園區啊 超誇張 為什麼呢 2021年開始營運對不對 總共支出了1585萬 收入多少 十萬 浪漫台三線是不是變成了所謂的浪費台三線 文子館啊 通通是文子館啊都沒有人去 然後呢 永安的海羅文化館呢 還產生了漏水的一個現象 台灣的客家茶 客家茶文化館呢 也變成文子館也沒有太多人去 結果好多人呢 他們就說 這個路線規劃不太對 據傳有遊客他們直接就回報了 他就說講是講浪漫台三線啊 可是有些地點呢 我們從離開唐三線之後呢 開車開了半個小時才到 他沒有在沿線附近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遠的 所以這個叫做未建設而建設 但目前來看的話 這一條浪漫台三線 目前來看可能會變成浪費 而且會變成很多的文子館 好 今天要給大家看到 更讓你瞠目皆舌的是由張善政 他組成的公共工程的體檢小組 不體檢不知道 一檢查下去嚇了一大跳 居然是這樣的品質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居然有一棟新的大樓 下了一場不算大的雨 就浮起來了 還有一個 不知道怎麼規劃出來的 逐圍漁港 來告訴我們 他們看出了什麼大祕寶 目前就整個 桃園的一個建築的話 很多人都說 過去八年建築 建築的蓋得非常非常多 特別是在整個 公共建設這一塊 蓋得多也要蓋得好 蓋得多也不能夠太浪費公堂 可是很多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 就會讓整個選民來說 心裡覺得很不舒服 我們先來看 平鎮文化公園的地下停車場 平鎮文化公園地下停車場 該不該建 真的該建 因為平鎮這幾年人口 是快速的一個飛漲 結果呢 這個廠只蓋到一半 各位在2020年的時候 它發生什麼事呢 發生了貪幫 貪幫王之後呢 就產生了一個所謂的 一死二三的一個事件 後面呢 全部都要重來 那全部都要重來之後呢 也重新發了經費 發了經費之後 也重新來做蓋好 可是目前呢 這個停車場呢 到現在遲遲還未啟用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直擺在那邊 那擺在那邊 已經說竣工了 那為什麼不使用呢 所有的憑證人呢 是日也判 夜也判 為什麼呢 不好停車 那現在舊的停車場呢 第一個很舊 第二個停車位很少 那這個停車場呢 目前做好了 就擺在那邊 情況如何呢 我們就看後續怎麼解決 後面這個陽眉區的公所大樓 更誇張 為什麼呢 這個陽眉區的公所大樓呢 他一開始就蓋 沿路就蓋蓋蓋蓋蓋 往上蓋喔 蓋好了之後 有一天突然間下大雨 下完大雨之後呢 郡相哥 這是一棟大樓喔 這不是一條船喔 但好笑的 這棟大樓浮起來了 大樓怎麼下一場雨浮起來了呢 大樓他下一場雨之後 他突然間往上浮 浮了整個45公分 那各位你去想 我很多銜接的 包括那種所謂的水啦 電的架構 是不是從地底上來的 第一個先撕開 撕開完之後呢 往上浮 怎麼會往上浮呢 目前根據整個設計的一個報告是說 對不起啦 當初我們在量所謂的地下水位的時候呢 完全都估算錯誤了 所以這個浮力呢 大於他本身的一個重量 所以他往上浮是15公分 那很多人很多人會說 45公分就把它壓回去就好了啊 各位你這個觀念是對的 但實際上我剛開頭我跟各位說 水 電 瓦斯 整個所謂的一個網路線 通通都買好了 單單把它壓下去 要一個工程 重新銜接也要工程 俊項哥一來一回 還要再花一億 舉辦過多少場職棒賽事 跟重大演唱會的桃園棒球場 現在被議員踢爆 接連發生了嚴重積水 甚至說打到了一半 他那個外野燈柱突然熄滅 議員質疑說球員安全 不是應該放在最重要的嗎 怎麼鄭文燦八年花了 三億多改善工程 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我們先這樣講 最新的合約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鄭文燦幫大家爭取了 更多權利 整個球場的權利金呢 從30萬提升到350萬 可是為什麼會被踢爆 我們等一下來講 這個球場新建的不完整 第一個 副場跟外野看台是完全委外 以前你是桃園市政府 你是他底下的隊伍 或者是青少棒 或者是學生 可以免費使用這些場地 現在不行 通通要交錢給委外廠商 所以我如果來這個副場練打的話 我還得花錢租場地 而且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個委外廠商每年 原先可以獲得260萬到465萬的收入 還比你權利金要多 那更重要的是 他簽的條約呢 你整體的營運收入 3500萬以下 免變動權利金 就照這個%來走 每增1000萬再加1% 那對於整個桃園市來講 你跟人家做商業上的合作 你的條約合不合理 是只有對方占便宜 還是你有拿到你自己的權限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爭業的地方 但實際上我們要再來看 這個球場的品質 搞不好對委外這家公司來講 我也吃了虧啊 為什麼 4月1號的開幕戰是桃園 是他們的那個在地的 主場球隊 沒有想到嚴重積水 積水到什麼程度 要派公讀生去把水推開來 而且那一場呢 你實際上看到的是 左外野燈住呢 還突然直接熄滅 那表示機電系統有問題嘛 你如果真的都蓋好了 都完整了 怎麼會看這個畫面上 照明燈都故障 那請問你在球場裡面 你要接球的時候 會不會亮度不均 只剩兩顆亮了 現在都按掉了 而且這是今年的第一場比賽 你知道整個問題是 網友都笑說 下雨完正常的球場 紀別新竹棒球場 都應該水要退 結果這裡的桃園的棒球場 被人家笑說是青浦湖 那個水下到中間的時候 怎麼退都退不了 紅土不是應該要把水吸走排走嗎 結果被人家講說 好像是水上運動一樣 更嚴重的是 因為這些狀況很複雜 一直出現 選手在現場練習 熱身的時候 場物還在整理場地 他還在推水 還在把那個地上的這些問題 都弄掉 這樣也就算了 外野有球員說 我在外野的時候 我怎麼地上有撿到 不是比賽用的東西 搞不好是加油棒 他說可能是演唱會留下來的東西 那你都沒有清乾淨嘛 可是你讓職業球員 在這種環境之下比賽 不是很有問題嗎 所以現在 這是鄭文燦留下來的遺物 但他到底花了3.1億整修 是不是真的弄好了 還是跟鄭文燦過去到現在 所有的建案一樣 都出了很多事 好我們講到了 鄭文燦在任8年砸了3.1億 來維護改善這個球場 那就問了 你去看啊 他錢花到哪裡去了 每一個項每一個項去對啊 我們這樣講 他花到哪裡去 真正的問題就是 球場排水一定是最優先吧 應該最優先 紅土整頓你的土的級配 應該最優先吧 是 老天一下雨 激水了 激水而且最重要的是散不掉 你激水沒關係 因為有時候下雨下很大 可是當你水退不走的時候 就要靠人工去推耶 你要靠人工去把那個水 推掉的時候 請問那你上司的是 球隊比賽的時間 你整修球場 是不是本末倒置 好但是鄭文燦很high啊 鄭文燦說 哎呦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這邊的主場球隊啊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 樂天奪冠的話 我要送一個全彩自動的LED 以木當克里 你等等 那錢是你的錢 還是國家的錢 你送了當克里 全你出嗎 但 怎麼問他都有理由 他說這是朱立倫 時代興建啊 很多缺失啊 所以我任內要多次整修 希望現在藍營的議員 不要抹黑 但如果我們這樣講 你也花了3.1億整修啊 為什麼這個球場一直修不好 你現在高升了 你得要出來解釋一下 還有一題 恐怕也要鄭文燦來解釋 而且更大條 我們來看到是民進黨 到底有沒有把這個公股銀行 當成自己的錢袋子 當成自己的金庫呢 徐曉星他就爆了料說 鄭文燦在桃園市長任內 打了通電話 要合作金庫 對於特定的兩家建商 要在什麼水庫蓋房子要賣的 是 放款給他們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先這樣講 徐曉星在 吳子嘉董事長節目上 他直接講了 那個時候鄭文燦還在當桃園市長 他打電話要求合庫 放貸給兩家建商 結果因為被 徐曉星在節目上爆料 後來就取消了 那取消之後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鄭文燦本人當然說是 子虛烏有 但是這個爆料 要兜上王鴻威的爆料來看 因為蔡建興是合庫AMC的董事長 以前也是一個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他當上這個頭之後呢 第一個 本身他是民進黨政國會的人 第二個 他的整個任用關係任用裡面的人 很多都是他親戚 你看蔡家庭他女兒 蔡正達是他兒子 我們講白一點 你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兒子女兒都帶進合庫AMC 是沒有人才的嗎 用人為才還是用人為親 我跟你講你去問他 他還用到外甥還有親性的子女 那我們就問沒有別人嗎 沒有外界的人嗎 更重要的是他裡面有一大堆的 子子孫孫親戚朋友 結果你知道蔡建興怎麼回答 蔡建興說哎呀沒有啦 我自己跟家人都有金融相關背景 放貸都是董事會成員全體通過 第一個王霍偉指控是什麼 你光是放款數十億給前家族企業的親友 因為你以前在外面有公司 你放款給他們沒有避險有問題 第二個 核庫AMC對高雄汽車客運貸款 仔細一查是唐妹代放給唐哥的公司 那這次有親戚關係 是不是應該要避險 更重要的是連喜喬建設 在沒有送都更申請 沒有被核定下 竟然可以因為貸款條件放寬 就直接拿到核庫AMC的19億現金 那為什麼呢這錢為什麼不給我 一查之下王後會直接講 喜喬建設的負責人許立金 跟陳廷飛關係密切 而陳廷飛就是鄭國會的成員 好我們一題一題來看 董哥桃園棒球場 鄭文燦他其實他自己也做了說明 他說這個是朱立倫留下來的球場 本來問題很多 我們花了8年3.1去給他改善 而且我們把你用得好好的 怎麼到了張善政手上你們問題就出來了呢 因為過去的問題都被他掩蓋了 朱立倫是民國90年當選桃園縣長的 到現在已經22年了還在講 那我們可以看到鄭文燦這麼有才華的人 應該派進南部當縣市首長 因為南部缺水啊對不對 董哥徐曉星另外他要去踢爆了說 綠油油的公股航庫合作金庫 一通電話就要你放款給兩家特定的建商 但這件事情就是後來建光之後 徐曉星說建光死了 是一個官說未遂還是從來沒發生過的事啊 這是官說未遂啊 這是兩年前不是現在講的咧 徐曉星是兩年前就講了 那時候講了以後他們趕快收手 又被發現了 那蔡建興呢 蔡建興大家也很清楚本來是國民黨的 那時候因為朱安雄會選以後 所以就補選上 背叛國民黨去投效民進黨 那選上以後 本來應該民進黨很相挺他 結果他繼續選議員準備再當議長 議員給肉弦了 所以民進黨就補償他 說你願意帶槍投告 來背叛國民黨 所以開始給他觀眾 那我們今天看到了 這個光可不小 合作金庫管很多錢 那合作金庫圖立了自己人 又有這些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鄭文燦 那時候被徐曉星一直這樣講 他是嚇壞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的鄭文燦 是準備當行政院長的 他只是沒有想到 他被爆料以後 然後精工之鳥 趕快停手 所以可以看到 麗瑩把所有的金庫 當作自己人啊 是不是 大家記得 台元的那個陳啟毅 一樣啊 那時候 他讓他的夥伴叫蔡清夕 進入當董事 在立法院被執行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來當董事呢 他是民間的人 怎麼可以當光谷的董事呢 結果那個 國營失業的副主委說 沒辦法 因為董事長陳啟毅堅 他堅持要 我們經濟不是反對 可是沒有辦法 反對他 只好讓他進來 可以看到 公營行庫 國營失業 是民進黨的小金庫 而且這麼赤裸裸很難看 好 傑銘 你一路看下來 到底民進黨有沒有把 綠油油的公股行庫 當自己的小金庫啊 我們今天很單純一件事 人事地務時 你到底有沒有蔡建興 有沒有再參與到核庫的工作 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有沒有不忌諱的丟進核庫裡面 如果這兩件事成立的話 那很抱歉 這事情讓人家無法接受 那麼第二件事 到底有沒有真的 營建廠商 真的要在水庫旁邊 要蓋房子 這個事件是否存在 這個都可以查 他一定有登記 如果有的話 那這個事情 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人事地務時 如果符合這件事的話 我很抱歉 何故這樣的一個行為 民進黨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之前我們非常反對 國民黨把財政部 跟其他的一些官員 金管會 移做這個 我們說金融業的動作 那個畢竟人家還是 公營的企業 轉進到公營的股票 銀行 現在不是 現在直接是綠色的人員 直接入住到核庫 這件事情 真的在民眾的觀點裡面 就是貪腐 那我問一件事 那你讀懂在幹嘛呢 事實上我們知道 這個水庫旁邊 事實上是不能蓋這種 建物拿出去賣的 到底這個事情 是不是真的 今天鄭文差要把這事情講完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的 如果今天的問題 這很單純的 銀行業 他做了一些不良意見 奇怪的放貸 那請問一下受贈者 會不會有政治回饋 我再問一件事情 你透過台灣納稅人的公股行庫 去幫助特定的行業 那這特定行業 會不會給你所政治的回饋呢 那不就腐敗嗎 所以我們一直認為 那麼多的公股行庫 如果在全世界 民主國家少有的啦 只有獨裁國家 才有這麼多公股行庫 為什麼民進黨 號稱一個所謂的本土政權 號稱一個民主的政權 為什麼還可以容許 這麼多的公股行庫 而不單純迷惑 你的合庫迷惑是假的 因為你的董事 你的總經理 你的所有官員 全都官派了 官派是一回事 如果有背景的時候 如果蔡建興跟他家族 真的進入到合庫的體系的話 那你讓那些辛辛苦 在金融業發展的人 怎麼去說 絕對不能貪腐 請問一下 公股行庫 公股行庫 還要有什麼 公股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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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 公股行庫 製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